叶无将 第131-140章 作者 陈东 叶无将 第131章 静世相处 作者 陈东 静世中 清潭木茶几上 茶盏洁白似雪 清香鸟鸟生腾 在两人之间弥漫 黎秦月看向他 明眸清澈 脸上样起笑容 问道 你该不会给我带来一滩美酒吧 秦明发丝乌黑 双目有神 想到当年的旧事 她也不禁笑了 摇了摇头 道 这次的礼物不是酒 但可能真的会让你微醺 哦 那是什么 黎秦月亚然 颇为好奇 这间安静的雅室中 有精致的茶具 更有书桌与笔墨纸艳等 她取来纸张 准备书写那两篇无比神秘的经文 黎秦月也起身 亭亭玉立 来到诸案镜前 亲自帮她研磨 她的意识灵光 如一轮金色骄阳 在雾海中普照 本能直觉无比敏锐 与冥冥中有感 似乎有影响她未来的事正在发生 茶香混着淡淡的墨香 在近视中缓缓流动 秦明坐下来后迅速书写 精气神高度集中 无比认真 不想那些字迹出现 哪怕一丝瑕疵 她在还原经文和所见一模一样 完全展现那种神韵 被她精神共鸣后 那些精益不会有任何偏差 缺陷 甚至 她加上了那位恐怖前嫌的点评 以及教育弟子时的话语 黎清月看着她专注的样子 发现她书写时 笔墨居然微微生辉 这是投入意识灵晦的体现 说明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中 让纸张上的文字 生出灵性 随后 她整个人都微微发光 和纸张上的经文 仿佛有某种共鸣 黎清月白皙如杨之玉般的美丽面孔上 写满凝重之色 她取出一方金银通透的九色小印 正在房间中阻挡微光蔓延出去 她来到镜前 仔细观看 一时间 她的意识灵光 也在跟随起伏 黎清月知道 这是一篇价值连城的经文 而且和她关系很深 这就是秦明 要送给她的礼物吗 黎清月难得的有了与之空明不相符的气质 小嘴微张 很是吃惊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秦明无比专注 直到第一篇经文最后一个字收笔 她才松了一口气 顿时 她察觉到 黎清月就在身边 正认真阅读 整个人都在发光 投入在这篇和八卦卢有关的经文中 她没有打扰 安静地坐在那里 随即 她开始翻阅黎清月带来的那本经书 很快 她看得入神了 自然而然地与之精神共鸣 秦明意识到 方外之地的老怪物们很谨慎 这其实并不是原本 她看到了过去的画面 有人抄录经书 这一册和原本一般无二 应该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许多人翻阅过这本书 但都被难倒了 留下的大多都是较为负面的情绪 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秦明和那些人的情绪共鸣 只为记住这本书的内容 她不断翻动页面 无知无觉间 已经来到最后一页 全部记下了 她合上这本书 认为可以称呼它为 改命经 秦明抬头时 发现黎清月正在看着她 我都记下了 她将书还了回去 这么快 黎清月惊讶 可以了 秦明点头 此时 黎清月也将书桌上 带着墨香的纸张都看遍了 牢记了内容 她美眸灿灿 有惊喜 有意外 也有感动 谢字我不说 那样太监外 她知道 有了这篇经文 尽先之物才真正属于她 同时 她也没有去问 秦明为何得到这段 关于六丁神火的口诀 她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连她自身都不例外 秦明道 之前在罗浮仙山遗址 我没敢传给你 怕有老前辈无所不能 心神有感 更怕他们附体 我知道 黎清月点头 她已守清 暗银白的眉心 我已经将她 刻写在意识灵光 最深处的核心区域 若是有人觊觎 那怕附体成功 也什么都得不到 她会随我一起消散 秦明立即阻止她说下去 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我还在等你尽先呢 然后真正求真 黎清月点头 她的洁白的仙手 触及书桌上的一摞金纸 顿时冒出淡淡的火光 纸张迅速化成灰烬 虽然我很想保留你的手稿 但为了安全 还是不要留下痕迹了 等到将来 你再给我补一份 大概要补两份 秦明笑着开口 她说吧 提笔再次书写 这次是金属残纸上的文字与图案 不到第三个大境界 不能碰的金片 她神情专注时 维系平衡的意识灵光 还有神灰再次一出 充盈在她的笔端 赋予那些文字惊气神 黎清月一边帮她研磨 一边在镜前跟着送祭 直到秦明写好 彻底收笔 她已经再次沉浸当中 青丝在象牙般白皙细腻的脸颊 一侧滑落 不知不觉间 发烧碰到秦明 淡淡清香飘样 她整个人空灵出尘 纸张上的灵性精粹 像是被她吸收了 随着她跃霸 所有字迹和图案 都渐渐失去光彩 黎清月侧手青丝 触及秦明的脸 回过神来后 她流动着的仙韵 似乎暂时消失了 难言喜悦 与之激动之色 道 阻挡在我前路上的那座 不可撼动大山被搬开了 这是我苦寻的根本法 显然 这是真传一页纸上的内容 昔日 罗浮仙山是方外净土的根基重地 那里的镇教经文 自然来头大的不可想象 对你有用就好 秦明笑道 然后提醒她 不到第三个的境界 根本不能去练这种根本法 不然会出事 我知道 黎清月点头 她像是发自内心地松了一口气 眉宇间都有了一种 更为银灿的光彩 早先的你 似乎有些许愁绪 秦明问道 被你看出来了 黎清月点头 没有隐瞒 她告知 关于核心门徒间的绝竹结束了 但是 作为方外净土 着重培养的镜仙种子 竞争压力更大 我们这一脉 早年 就在罗浮仙山 千年前 举幅的生动天失败 出了太多的意外 失去了根本法 昔日 虽然罗浮山有仙种逃出 并学到金属残纸上的今天 但事后迅速远去 再也没有回来 有人说 她怕有老前辈惦记 担心自己出事 就此隐姓埋名 也有人说 她可能当天 就被其他道统的老前辈捉走了 黎清月这一脉 也学过根本法 但是有缺陷 她若是到了第三个大境界 还没有补权的话 那就需要考虑其他金片了 方外净土 自然还有几篇镇叫金文 底蕴深得不可想象 但是想要不付出代价就拿到 那不太现实 要么她要等上数年 带多位老前辈协商好 要么就要为净土做出巨大贡献 才能立即换取 对她而言 时间无比宝贵 晚上一年都会影响以后的竞争 净土中的几名净仙种子都来头极大 他们争的是未来方外净土的主导权 谁能胜出谁 就是日后的化石人 甚至 有资深的净仙种子 背靠族中的老祖宗 占据先天优势 向她伸出橄榄枝 暗示 若是依附她 可以让她尽早得到阵 较及金片 事实上 不止一方对她提出过分要求 黎清月拒绝后 她想要拿到最强级经文 那就更加困难了 需要再延后 无处不竞争 便是方外之路 也分了几大体系 我们算是方外之地的净土系 还有仙土 仰土 恶土 等 秦明很快知晓了 自己在黑白山沙的那名肉身 可以物化的青年男子 应该来自方外仰土 那里说是仰土 其实阴气颇重 肉身和意识灵光融合皈依 偏向于阴性特质 他们信奉古代传说中的阴神出游 最后转化为纯阳的那个路数 你不要委屈自己 秦明看着他 可惜 他现在还较弱 帮不上忙 或许唯有一交祖师 可以从容地登陵方外之地 现在的他 还差得太远 黎清月恩了一声 点头道 一旦委屈自身 尽先之路便已断了 以我之前的情况来看 其实也怕什么 最差也是方外净土 未来的核心高层之一 现在嘛 自然要争 一争最有话语权的那个位置 他的身体 散发着空明仙韵 流动出绚烂的光彩 整个人无比自信 连最强经文都有了 他再也不用分心 我该走了 黎清月说道 他将两块易经取出 一块泛出紫物 一块银白如玉 放在他的手里 他告知 将之打磨成武器 可以穿透神绘 天光静 意识灵光 想要挡住的话 得用上强大手段 秦明仅取了一块 道 一块就够了 我研究下 另外一块你带走吧 黎清月也不矫情 收起一块 他虽然有了尽先之物 但是根本不敢带出来 不然肯定会出事 他站起身来 看着秦明露出微笑 最后更是上前 轻轻拥了一下 道 希望有一天 你以天光照破夜空 毫无疑问 唯有历代最强大的祖师 才能真正做到那一步 这算是 对走新生路的秦明 最美好的祖愿 秦明知道 他就此离去后 恐怕要高歌猛进 就此冲击更高的境界 踏踏心中的最强先路 很久都不能见到了 他也主动轻轻拥了一下 黎清月 目送他远去 敬仙 而非成仙 依旧是红尘中人 累了 倦了 可以出来找我喝酒 秦明笑着喊道 虽然已经远去 但黎清月还是听到了 驻足回首 浅笑着点头 最后在一位长辈的陪同下 身影淡去 彻底消失 本章完 夜无将 第132章 15 作者 陈东 我还要苦修 努力提升自身 勤明自语 看着离清月消失的方向 方外之地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庞大 包含有 净土 仙土 仰土 恶土等 净仙之物的争夺 所涉及到的方外道 统阶属于净土系 故人远去 让秦明有些出神 此时 七道明和他一样 站着一动不动 但是 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七城主 感觉天都要塌了 场外的几个盘口 都和他有关 现在崩盘了 谁下注这么狠 两条过江龙卡住时间点 买秦明赢 他之前根本不知道 有人玩这么大 七道明一咬牙 道 赔付什么 你们立刻卷款跑路 其中一条恶龙 肯定是孟兴海 这次 我们干脆先桌子 坑死他算了 一位合作人哭丧着脸 道 城主大人 我们跑哪里去 那可是孟家的嫡系成员 自身又厉害的一塌糊涂 带到我们会 七道明低声道 你们先去业务笼罩的大山深处 一直向里走 到高等一类那边 避一避风头 然后 他闭嘴了 因为黑雾弥漫 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头子出现 最关键的是 他搁置窝下 还夹着一个老头子 小伙子 你要坑我骤惊 李清云神色不善地问道 七道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知道问话的老者是谁 却一眼认出崔家的七爷 居然被人这样夹着 他天赋一禀 被李家看重 且成为他们的女婿 自然了解敌对世家的一些嫡系成员 他顿时头皮发麻 不要说正主 就是其搁置窝下的那个崔老五 都能带给他以威胁 七道明不敢犹豫 立即道 前辈说笑了 您赢的皱金一枚都不会少 李清云点头 道 算你小子实相 做生意要讲诚信 别闹摸额子 影响我和老兄弟喝酒 崔家五爷的心态 和七道明的盘口一样 要崩了 有这样喝酒的吗 他很想催一口 我呸 黑雾流动 黎清云果带着崔老五 瞬间消失 烛光城 一家客栈中 崔鹤和崔淑宁神色凝重 秦明的背后 居然有影视家族的人 这很糟糕 他们是千年世家不假 可也不愿与这种折服在迷雾中的庞然大物对上 影视家族人口没有那么多 但都是高手 让各方都颇为忌惮 主要是很难摸清他们的深浅 他们虚弱时 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他们处在高峰时期 能将千年世家打穿 如无必要 没人愿意和影视家族撕破脸皮 秦明私存 一个方外净土 就有那么多厉害人物 一时间 他想到很多 黑白山特殊节点中的物产成熟时 一名年龄不大的轻衣女子 夺走最大的造化 秦明从其丢下的边角料中 得到神秘液体 让他可以和承载着前人心血结晶的物品共鸣 显然 那名轻衣少女 也是一名方外之人 难道她来自方外仙徒 感觉应该不是仰土的人 秦明知道 她的来头必然很大 其坐骑竟是一只金棚 此外 她的实力颇为超长 竟然敢在黑白山湖口夺食 而且成功了 秦明得到的平平无奇的边角料 让她的精神感知出现异常变化 不知道那轻衣女子手中五光十色的主料 给予了她怎样的好处 虽然她认为 自己的边角料可能属于天物自会 但也不能否认轻衣女子手中主料的非凡 或许价值连城 当司集这些 秦明自然也回想到 在轻衣女子身边 还跟着一位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虽然没有恶意 但也曾笑她质朴 说她毅力山巅时 或许还有那么一丝可能 远远地望到他们 点出彼此的差距 像是隔着山海无限远 秦明不得不叹 方外之地人才极几 而这还只是表面看到的 这条路真的是不可揣拓 最主要的是 仙土 羊土 恶土等 还没有清晰浮现 人都走了 你还在出神 孟兴海走来 笑喝 这次 她赚得盆满钵满 希望清月一切顺利 她那边竞争十分激烈 秦明说道 哪里都一样 孟兴海道 秦明点头 道 业务世界广袤无垠 强者如灵 仅我知道到的一些道筒 刚浮出水面少许 就已经感觉深不可测 而有些路 我至今还没有怎么接触 如纳密教 高等生灵等 业务下 赤霞城再往 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城主府 孟兴海正在清点大额金票 满脸笑意 秦明偏头看着 老孟不让他吓住 结果自己浑身都在散发着骤金的气息 孟叔 什么时候进行下一场 秦明掩热 准备下次带上自己所有的骤金 诺 看一看你这次的收获 孟兴海递给他一个巴掌掌的小袋子 秦明打开后 顿时有五色霞光冲出 他被晃得睁不开眼 里面是一颗颗手指甲带大小的果实 有的清脆玉滴 有的红如血钻 有的洁白如玉 大小与形状差不多 但色彩不同 这就是落果 个头不大 因为初春季节 它们还没有怎么生长 秦明道 提前落地的果实就已如此 那成熟的五色果实 真有些不可想象了 孟兴海笑着告知 成熟的果子 能有拳头那么大 满树五色神光 可以照亮天地 秦明也只能惊叹了 指甲带大的落果 根本没法与之对比 孟兴海道 我也没吃过 那种果子产量较少 药效其大 根本流传不出来 秦明笑道 将来若是有机会 我笑尽孟叔几枚成熟的五色果 孟兴海也笑了 道 那你要努力了 若是祖师级人物清灵那里 五色果会被荡成寻常的果品 端上桌子 落果中蕴含着浓郁的天光 秦明想等第七次新生后福时 正好可以壮大自己体内的天光 融合各种进法 不过 他在罗夫山第六次新生 还没有过去几天 强如他超越一人的体质 也快到极限了 而其他人一年五次新生 已经到顶 彩虹线的话 身体会出大问题 秦明觉得 自己缓上大半个月的时间 或许就可以再次新生 主要是 他的根底太厚了 夜报的本地版本 刊登了秦明击败成员的消息 不吝赞美 说他表现得可圈可点 十分不凡 至于真正的夜报主版 也就是面向很多剧城发行的版本 那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次的对决 因为 烛光城和赤霞城较为偏远 层次还不够 根本没有人在意 这种地方的两个少年的比动 当然 少数世家中人除外 他们知道秦明的过去 因此稍微留心了下 但也只是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来看 毕竟 假的崔冲和 已经淡出他们那个圈子 毫无疑问 各座城池之间 那些第一进行比斗 影响非常大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与热议 因此 夜报持续跟进 经常在主版大篇幅进行报道 影响力大的那些剧城出现的奇才 成为他们追逐的热点人物 而且经常会上心 一些天赋异禀的少年 已渐渐被人们熟知 刘光城的灵域惊艳四地 不愧被誉为有少年宗师的风采 已经连败数位风投正经的厉害人物 而且 根据报道称 林玉很谦虚 说有比他更厉害的人物 如那烈阳带破黑色云雾而出 秦明马不停蹄 也开始刷战绩 因为有些大叫的祖庭 还有特殊的高等学府 已经在挑选顶级奇才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秦明连战四场 每次他都会提前压住自己 奈何 孟兴海在 烛光城大赚一笔 让七道明差点破产 名声大坏 很多人已经在防备赤霞城的人 而且他们已经看出 秦明的实力确实很恐怖 所以 吓住他赢 赔率极低 几乎没有什么转头 至此 秦明加起来连胜无偿 在本地也算是颇有名气了 但依旧上不了夜报主板 那里是剧成奇才的专场 而在此期间 景瑞城出了一位少年艺人 传遍业务下的各座城池 夜报也是连续跟进报道 终于出现一名艺人 秦明也在看夜报 各地的第一中 初次有艺人出现 且被确定身份 引发巨大轰动 虽然人们认为 刘光城有少年宗师风采的灵域 也是艺人 但他自己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接下来的两天 秦明又跑了三地 战绩已经来到八连胜 这次回归后 他短暂休息了下 在赤霞城和徐胜 吴征 还有芬芳姐周林小巨 快看 一只巨大的白孔雀 从天而降 徐胜曾经做过油伤 眼神很好 在临窗的位置 第一时间发现 夜空中有疫情 从云雾中盘旋落下 紧随其后 一只五色灵晴也穿破云雾 向着城内降落 接着一只青色的大鸟出现 盘旋着街 静赤霞城 他们是非凡的飞行坐骑 每只疫情身上 都有一些年轻的面孔 很快人们便知道了 这些人身份不简单 分别来自神兆学府 五行宫 问兴书院 你们来赤霞城挑选弟子吗 雨雀飞了过去 一点也不怯场 主动向着那群人热情地打招呼 我们路经此地 尽心不解 马上要去一座巨城 听闻那边出现一位少年艺人 有人回应 显然 三方势力在路上遇到后 彼此较劲 都想要吸纳那位艺人 我们这里有一位 连胜八场的少年强者 你们不要错过呀 雨雀告知 那让他自己去报名吧 雨雀问道 能成为你们的核心门徒吗 在这片地域 即便连胜四十八场都不够 毫无疑问 三家都表现得较为冷淡 不怎么在意偏远之地的战绩 不久后 他们急匆匆上路 数日后 秦明的战绩 已经是连胜十五场 终于 夜报主板稍微点了一句 但依旧没有提名字 大意识 赤梅 锦西等偏远之地的城池 出现数位战绩不俗的少年 有的人已经连胜十几场 孟兴海告诉秦明道 最近准备下巴 我猜崔赫坐不住了 他们不希望 你进入富有盛名的大教祖庭 估摸着要找人挑战你 他微笑道 既然他们已经知晓你是艺人 那我就刺激下崔赫 说你想进六玉一系的祖庭 嗯 他们估计会很担忧 怕你抢了崔冲玄的核心弟子名额 孟兴海觉得可以适当地安排下了 进而让崔赫拿出乙目金 本章完 夜无将 第133章 很现实 作者 陈东 客厅中 孟兴海轻轻地敲击悬挂的一组青铜庆 发出清脆悦耳的悦声 他开口道 崔家很要面子 这就好办多了 这里面有什么事吗 秦明问道 孟兴海道 你连胜十几场 按理来说 夜报主板肯定要报道下 但崔家打过招呼 给压下去了 崔家希望他低调 不想他重回人们的视野中 不然的话 容易让人想起过去那些事 孟兴海道 崔家讲究体面 前面都放弃你了 后面要是一路高歌猛进 这不是让他们难堪吗 秦明也是有些无奈 总不能为了崔家的脸面 他就得折服住吧 一辈子不能崛起 凭什么 孟兴海笑道 我和夜报的一位熟人打了招呼 所以 在你赢下第十五场时 让他们提了一嘴 试探下崔鹤等人的反应 根据反馈来看 效果不错 秦明立刻明白 老孟是节奏大师 难怪喜欢敲击青铜庆 编钟等 同时他也感叹 夜报真够可以的 太商业化了 要是没有孟兴海打招呼 他连胜多少场都不会健保 而且 这次夜报 也只是提了赤侠 锦西等城池 他的名字 被有的人取代 不过 他觉得这样也不错 过于高调 并不是什么好事 还得感谢崔家帮忙压着 孟兴海道 最近 我研究了下 有些大教 高等学府 在很久以前曾定下过规矩 不同城池间的第一进行比斗 只要连胜二十场 就可以去他们那里报道 通过一些考验 即可成为核心门徒 这是很久前的事了 很多人都早已遗忘 因为 那些考验相当的难 获得这种资格意义不大 孟兴海觉得 这些对秦明而言 都不算什么问题 近期连胜二十场就够了 这样的话 崔鹤等人经他点拨 很可能会急着安排高手 阻止秦明连胜 那时对方 想要切磋没问题 但需要以稀有经文当彩头 若是能够拿到 注释金 那就更妙了 最高可以严寿半生 称得上价值连城的秘点 虽然希望不大 但孟兴海 还是想试试 崔家那位老祖宗 之所以活了那么久 就是因为练过 一幕长青诸世经 随后 秦明迅速赢下四场比斗 到了现在 他已经连胜十九场 接下来他就清闲了 等着老孟安排 《改命经》注释非凡 有独到之处 秦明静下心来后 研究那本来自 业务世界深处的古寺 黎清月将秘点 带给他的当天 秦明就已经认真参悟过 不过其中有很多东西 需要他不断琢磨 《改命经》算 是一本奇书 里面有很多危险的尝试 为了严授 增厚根底 提出各种看似可行 但却动辄丧命的假说 他认为 就是开创此经的人 都没有全部试过 那些离谱的方法 但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继而深思 书中提及 可以去找煞窟 进去的话 必然要减受五十载 但是 若是能熬过来 身体得到某种洗礼 从而蜕变 或可延寿六十载 秦明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这六十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是否经得起验证 先不说彻底失败的结果 就算真个成功 最后若是只延寿三十载 怎么办 秦明不敢尽兴 这本书上某些具体的法 怕被坑死 诸如此类荒诞的法门 还有一些 书中提到 可以去金兽 带着紫霞的雷火劈基 只要不死 体质必然提升 看完这段后 他彻底无言 随后 他又研究下一段 说是 如果看到龙溪水 也就是云端直底湖海的 细长龙卷风 可以去取龙血 内壮自身 这种现象中 蕴含的并非真龙之血 而是湖海中 一种价值连城的稀有物质 动辄就会被卷上天 会惨死啊 而且 文中也提到 不是每次龙溪水 都会出现龙血 虽然秦明怀疑 著书者也没有 全部去验证那些法门 但他却很感兴趣 因为看到了一些思路 他已经新生六次 还有最后的三次机会 提升体质 新生阶段 是这条路进步最快的时期 一旦进入外圣境界 再想破关的话 那就变得十分艰难 很多人走上这条路后 随着时间推移 到了临界点后 数年甚至十年 才能上一个小台阶 最后实在让人绝望 秦明系读改命经 看里面各种危险的尝试 他觉得 或许能用来破镜 或许 即这些刺激手段 后面的外圣 临场等大境界 不至于那么艰涩难走 但是 前提正如奇书的作者所言 只要不死 这种奇葩言语 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死了的话 折书者又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 帮忙续命 当然 这本书有价值的篇章也有不少 虽然晦涩难懂 而且难练 但秦明却一路破关 大多都吃透了 毕竟 他连前三页的总纲都理解了 秦明认为 古人练地功和金人的不太一样 所以 这本书上那些运功路线图 金人大多不适应 但是 他融合皈依的天光镜 能够走通那些路线 再加上神会 意识灵光 三股力量凝在一起 更是如鱼得水 古人很注重阴与阳的变化 阴阳可逆转 这篇经文 就是从此着手 那些具体的法 看似荒诞的作死方式 都有这种争议 与死境中求生延续枯竭的寿源 秦明有所悟 他呼吸灵粹 将意识 神会 融入天光镜 当作种子 栽进肉身土壤中 彼此互为阴阳 颇为气和天地之刚常 唉 新生阶段提升肉身 还剩下三次机会了 秦明有些惆怅 他希望到了外圣领域后 莫要盗族且尖 得找到其他方法 保持尽快破关的态势 随后 秦明又多次检验第六次新生后 获得的那种能力 颇为满意 三日后 孟兴海喊他 道 我们去剧城转一转 这不符合孟叔的风格啊 秦明笑道 孟兴海一直都没有带他去剧城 和人比斗 一是因为 那边的人觉得偏远之地的少年 天才不够格 二是老孟有意回避了 不想让秦明过于高调 再加上有催家配合 施压夜报 不给予报道 秦明现在并没有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中 孟兴海笑道 这不是要刺激下崔鹤吗 得督促他尽快安排 但需要按照我们的节奏来 他要带秦明去的地方 正是锦瑞城 那里出了一位少年艺人 名为曹无极 孟叔 你该不会让我去和这名艺人对决吧 秦明问道 没有必要 孟兴海摇头 他接着道 大教的祖庭 或者高等学府内部 肯定都有一人 这个曹无极这么早暴露的话 以后会被人重点盯上 现阶段的曹无极 肯定会引来很多道统关注 向他伸出橄榄枝 待他做出选择后 一切就将改变 锦瑞城 有种历史的厚重感 这是最早建造的巨城之一 据说 在大拓荒时期 这里出现过祥瑞景象 景色染遍山河 曹无极 初次新生时 居然有千金之力 那确实很不凡了 难怪很多教派都要招揽他 孟兴海听到消息 都有些惊讶 双臂之力接近千金 就已经算是一人 唯有如此 才可以九次新生 其他人都止步于七次 八次 很快 秦明和孟兴海了解到 除雀五行宫 神兆学府 问兴书院外 还有其他一些较大的传承到来 想待走草无极 如淳阳宫 启元学府等 都是赫赫有名的地方 明镇整片业务世界 不过 六玉 玉清 秦天这样的道统 依旧较为矜持 目前还没有人出现 孟兴海道 明日 锦瑞河畔的紫竹林 有你们年轻人的聚会 你可以去看一看 锦瑞河穿城而过 沿河的景点很多 相传 大拓荒时期 这片紫竹林中 出土了一件神物 成为某一密教的镇教之宝 次日 秦明来到这里 顿时听到有人讲解这片竹林的过往 竟有很大的来 不止他一个外来者 很多城池的天才 因为听到纯阳公 启元学府 五行公在这边挑选门徒 跟着赶来了 春风吹过 紫色的竹林沙沙作响 流动着柔和的紫光 火拳从林中穿行而过 这里风景如画 秦明看着来自不同巨城的奇才 确实都气与非凡 不久后 他见到了曹无极 此人眼神很亮 剑眉入病 颇为英俊 气质非常出众 曹无极站在紫竹林中 和纯阳公 神兆学府的人 相谈甚欢 毫无疑问 他现在属于风云人物 很多大教都想招揽他 因此走到哪里 都被人围着 但是 他最想去的是晴天 六欲这种道统 都没有人来 一些少年凑上前去和他打招呼 不管怎样说 这样的一位艺人 只要不早天 将来必然会明镇一方 兄弟怎么称呼 来自哪里 有人含笑 同秦明打招呼 准备拓展人脉 毕竟赶来这里的 大多都为巨城的天才 想要提早进入纯阳宫 起源学府等 赤霞城 请秦明回应 久仰 对面的少年抱拳 这实在有些敷衍了 因为听到赤霞二字就判断出 这不属于巨城 因此都没等他说完名字 就礼貌性地告退了 师兄 你来自哪里 怎么称呼 一位紫衣少女笑容很甜 走过来打招呼 显然也是发展人脉 因为现场无庸才 赤霞城 秦明 这次紫衣少女 没有打断他的话 而且非常热情 和他聊了起来 秦明颇为诧异他 不是为了结识 日后能够大鹏展翅的 潜力行天才而来吗 一位白衣少女走来 十分靓丽 和紫衣少女认识 带着疑惑之色问道 这位师兄是 他来自赤霞聚城 是那里的第一人 紫衣少热情的介绍 嗯 你记错了 七霞城才 是聚城 赤霞城是在很偏远的地狱 白衣少女小声道说啊 啊 对不起 两名少女表达歉意后 也找借口离去了 秦明凯探 这么纯真的年龄段 人生最美好的时期 为什么会这样的现实 少年艺人 曹无极那里人最多 都已经挤不过去了 如众星捧月般 将他围在中心 突然 有人喊道 玉清一脉 也有人来了 人们哗然 这个古道桶居然 也有人出现在 大概也是为曹无极而来 昔日 他们一直在封山 没有大规模收徒 但是对于最顶尖器材的挑选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 能出现在这里的 玉清戏的人 一定身份非凡 玉清一脉来的人 以一名年龄不大的女子为首 她光彩夺目 清零地走来 宛若画卷中人 师姐 我对玉清一脉 向往久矣 周围 很多人都想学 传说中的玉清静 眼神热切无比 可以 你报名吧 我来登记 到时候只要通过考核就行 为首的女子笑着说道 师姐 你该不会是两年前 那位大名鼎鼎的少女艺人吧 当初连拜各成高手 击溃方外门徒 压制密教的潜力种子 我看到过画像 居然真的是你 有人惊呼 为首的女子浅笑 没有回应 她向曹无极那里走去 当她从秦明不远处路过时 瞥了他一眼 而后不禁多次打量 露出异样的神色 这顿时引起众人注意 本章完 夜无将 第134章 远超预料 作者 陈东 欲清一脉为首的女子 居然对一位少年侧目 多次打量 让很多人深感意外 不禁跟着望去 她好像叫秦明 来自赤霞城 有人小声说道 许多人肃然 他们熟知天下巨城 赤霞城肯定不是什么名城 那里似乎较为偏远 秦明笑看点头 不管对方是否会回应 自己理数到了即可 女子光彩照人 微微一笑 显得无比灿烂 也向这边点头致意 周围的人惊异 小声议论 这两者是旧时 还是说 那个来自小地方的少年相当非凡 已经引发 欲亲一脉为首女子的注意 她名卢欲指 是一名艺人 两年前曾击败诸多高手 实力十分恐怖 不过被人将影响降到了最低 这位师姐名头很大吗 嗯 一位惊艳四方的女艺人 据说有人伤了她的朋友 还惹了她 然后她一路挑战过去 连着重创方外之地 密教等多位种子及高手 现场仅有少数人知晓 因为其战绩 被该年世家卢家有意演去了 不愿卢欲指过于惹眼 秦明很意外 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她 她和卢欲指谈不上熟 仅是见过几次 听闻她身具神会 料想应该会加入密教 没有想到 居然成为欲亲一脉的弟子 不过 秦明很快便了然 秦天 六欲 欲亲等 各自拥有传说中的天光镜 在新生这条路上 是少数几个 让方外之地 密教忌惮的道统 尽管这些祖庭的弟子 最终也会面临着 修行缓慢 后期惨淡 需要拿时间去熬的问 提 但在前面 确实非常厉害 秦明猜测 卢欲指 想以欲亲静 作为自己的护道手段 同时她也在走密教的 成神之路 她神会浓郁 想进那些密教并不难 欲亲一脉则图十分严苛 没有一人资质 很难获得真正的传承 她既然具备条件 自然不想错过 卢欲指向看曹无极走去 她锦衣华服 眉字如画 挂看浅笑 净显自信与魅力 风采分外出众 曹无极早先被人围看 如同众星捧月般 是绝对的忠心 但是现在见到这明月 若在发光的女子 她立即主动迎上前去 低调且谦逊 因为 她知道对方是谁 自身的一人身份不再出格 想加入欲亲一脉吗 卢欲指微笑看说道 她本就是来自干年世家 更是欲亲高徒 还在走密教的路 虽然笑容温和 但却有不小的气场 如今的曹无极对面她 从哪一方面来说 都没有任何优势 因此立刻喊师姐 且表示愿意进入欲亲 她是果断的人 不做任何迟疑 相当干脆地答应了 周围 纯阳营 问心疏愿 五行宫的人 十瞪眼也没有办法 哪怕很想拉走这名艺人 但争得过欲亲一脉吗 而他们这些人 更不是那名女子的对手 一起上的话 估计都会被碾压 短暂安静后 很多人过去恭喜曹无极 卢欲指神色柔和 告知道 我得先说明 你去 欲亲后 还是要通过一些考验才行 曹无极点头表示理解 想学传说中的大光镜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就是艺人也要接受审视 紫竹林中 气氛热烈起来 很多人都围惧在两名艺人身边 有人在恭贺曹无极 有人西翼加入欲亲一脉 想了解入选的资格条件等 曹无极十分英俊 颇为健谈 让欲亲一脉出现在此地的几名年轻人 都对她颇有好感 卢 欲指名艳动人 微笑点头 对她观感不错 周围有些人在沉思 欲亲一脉都主动下山收徒了 这是极为少见的事 少部分人意识到 大开辟时代 或许真的不远了 连欲亲这种古道筒 都开始扩张了 积极招揽顶尖门徒 卢欲指像看秦明那里走去 顿时又引起人们注意 很意外 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春风拂过卢欲指一展动 她身段修长 秀发微微扬起 光彩夺目 她不仅是世家贵女 也是欲亲门徒 还在双路同修 整个人比过去更耀眼和灿烂 卢小姐 许久未见 风采更甚往昔 秦明开口 紫竹 随风轻轻摇垫 流动看淡淡的欲光 这里景色上家 卢欲指眉如远待 带着笑容问道 你来这里 是想加入某一道场 秦明点头 道 是啊 我正在为了前程而劳累奔波 从偏远之地 特意赶到锦瑞城 卢欲正道 想要加入欲亲一脉的话 需要经受各种考核 你要报名吗 秦明对欲亲一脉很感兴趣 问道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 多长时间才可以练传说中的欲亲境 卢欲指微笑 道 欲亲的考核很严 第一步事先成为秦明弟子 对悟性都有一定的要求 他和秦明简单聊聊句 告知他一些情况 随后便走向二位同门那里 兄弟 你和卢小姐认识 有人走来 早先他曾经想将秦明发展为人脉 得知其来自偏远之地后 立刻失去兴趣 现在又来了 师兄 你和卢小姐很熟吗 紫一少女也出现 笑盈盈地打招呼 秦明被围上了 不过他很直接 告诉他们 只和卢欲指见过几次 就是他想加入欲亲一脉 也都要从记名弟子的考核开始 一刻钟后 他身边的人才散去 确信他真的来自偏远之地赤霞城 和欲亲核心弟子卢欲指 并不是很熟 卢欲指同一些剧城的天才 简单交流后 开口道 这样吧 谁想要报名欲亲 都可以来现场测试下 他取出一擦金纸 分发出去 道 上面记载一种天光镜 是师门长辈临时所创 谁能悟出 并绽放四色光彩 就算过关 秦明也接了一张金纸在手 既然是天光镜 他自然想要见识一下 时间不是很久 他就练通了 而且感觉 不只四色天光纠缠 应该有更多的精力流转 果然 他的掌心浮现出更为绚烂的彩霞 他身边的人 眼神当即就变了 仔细去数 发现已经达到 八种色彩 他居然 还在尝试涌动光雾 小千 我们该走了 远处 孟星海出现 喊秦明离去 好 秦明点头 手掌的中光芒 熄火他大步远去 紫色竹林中 各种惊呼声传传来 我过关了 练出四种色彩 随后 有少数人练成五色 顿时引发不小的喧哗声 人们去关注曹无极 发现他竟然练出七种光彩 顿时引发轰动 他的掌心 像是有一片彩虹流动 光雾蒸腾神圣祥和 绚烂霞光 分外惹眼 居然这么离谱 超杠完成 这就是一人吗 我们和他的差距如此之大 一时间 紫竹林中惊叹声不绝 许多人只能感慨 人和人不能比 这种一眼可见的天赋距离 真的没法弥补 差得实在太多了 曹无极很淡然 这算什么 不过 他琢磨了下 这种解析过程 倒是颇有意思 这和一人的肉身漂浮无关 这一关之烤雾性 其实 还能多绽放出一种色彩 如玉只微笑住开口 在他洁白如玉的手心中 出现八彩 像是微型的鲜河在流动 璀璨之极 曹无极深感意外 居然还能多出一彩 如玉正其实对他已经非常满意 笑看安慰到你这个阶段 能演化出七彩 已经很了不起 第八彩还需要对融合天光 有独到的理解 你毕竟还没有学那么多 我刚才看到有个人 似乎也发出八种光彩 有人小声开口 你在说什么 附近的人质疑 这片地带 其他人也都忘了 怎么了 卢玉只开口 紫衣少女有些紧张 但还是直言道 我刚才看到 有人发出八种光彩 不可能 我们这个阶段 对观光的理解 怎么可能达到那种程度 谁啊 他在哪里 一群人都不信 曹无极眉 向这边望来 来自巨城的一位少年 棺材开口 我似乎也看到了 他的手心出现八种光彩 就是那个来自偏远之地的秦明 他被人喊走了 顿时 这里一片哗然 居然真的有人超越了一人曹无极 不说根古等 其悟性这么厉害吗 曹无极愕然 同年龄段 还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这和一人的根古无关 有人想要安慰 拍他马屁 结果发现 好像拍在马蹄子上了 曹无极面无表情 心中涌起浪涛 在悟性这一块 竟有人比他还要厉害 卢玉只也露出金融 望着紫竹林外 那道背影消失的方向 他竟有这种悟性吗 远超他的预料 次日 崔鹤得到一些消息 不禁皱眉 他去了锦瑞城 见了玉清 淳阳等道统的人 这是准备要加入某一大教祖庭了 看样子是这样 对了 还发生一段小插曲 他的悟性相当的惊人 当日 崔鹤再次得到票告 秦明对六玉竟非常感兴趣 疑似想加入那个道统 崔淑宁 得西后 面色阴沉下来 道 他是一位艺人 悟性还这么飞小 这不是 要挤掉冲玄的核心弟子名额吗 他是敌意的 最天见的是 有熟人点拔他们 秦明已经连胜十九场 还差最后一局 就能直接进人六玉 去接受长老安排的考核 通过即可成为核心弟子 顿时 崔鹤和崔淑宁 觉得天塌了 这是被截胡了吗 竟还有这种规矩 能植入六玉山门去见长老 赶紧来任他 第二十场 不能让他胜 早先寻到的少年强者在哪里 让他下场 人家很有来头 请他出面不意 一心海悠闲 拒绝了别人主动相邀的比斗 开始拿 你 说只剩下最后一场 并不看急 最近两日 卢宇只发现 部分熟人陆续向他打听 秦明悟性的问题 都是以前的旧友 皆为世家子弟 嘿 你不知道 崔家放弃的那个人 资质很高 又要崛起的势头 听说近期会有一场 很好看的比斗 要不要一去观看 嗯 没错 有神秘少年强者 要阻击那个秦明 四日后 一切都谈好了 相关方皆已认可 一场没有大规模宣传 但却让不少人感兴趣的对决 安排妥当了 孟心海十分满意 虽然早就知道 应该是拿不到注释金 但最后竟谈下残篇 外 加 乙目金 这足够了 这次的彩头 不仅有乙目金 还有六页 注释金 远超预料 崔赫的心情很糟糕 事后感觉到 被孟心海牵着鼻子走了 完全在按照对方的节奏来 崔叔宁也很不开心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次想要低调进行的比斗 会有一小部分熟人来观看 接来自世家 这些虽然不会被报道出去 但是 这些熟面孔出现 还是让他觉得很难堪 这是来看他们热闹吗 他面色冷丽 最可恨的是 孟心海和李家某些人在宝秦明 到现在 霍伍爷还在陪黎青云喝酒 这都过去多少天了 两日后 一些熟人出现在赤霞城 李家有人到来 顿时让崔赫和崔叔宁火大 王家人面 无表情地出现 让他们有些无奈 你个小崽子来这里干什么 崔赫终于带到能收拾的人 一巴掌削了过去 郑茂泽有点增 很想反挫 他一顿 但是真打不过 他只是听到消息后 来观战而已 怎么莫名 就挨巴掌了 还有你们 一群矛头小子不做正事 来凑什么热闹 崔赫火大 啪啪 一群少年全都气坏了 如玉纸也来了 你怎么不敢动 有人不服 深夜 赤霞城外 大雾笼罩 天地如被墨汁灵过 一片漆黑 什么都不看到 秦明尽力 在他对面浓重的业务中 缓缓走来一位少年 本章完 业无疆 第135章 少年宗师 作者 陈东 业务中 一个少年出现 身材高挑 双肩略宽 虽不魁梧 但却颇有力量感 他不急不缓地走来 竟有种莫名的节奏 每一步落下 都像是在敲击一面特殊的灵骨 响在人的心头 这就出手了吗 附近 有一些少年感觉胸腔发堵 非常不舒服 心脏似乎随着他的脚步声 共振了起来 很多人意识到 来人很不简单 深夜 没有火拳的荒野 如同被墨汁浸透 普通人什么都看不到 少年临近 双目炯炯有神 在黑暗中 像是两盏灯火 他步伐稳健 每一步都像是精准测量过 无论是距离 还是落下的力度 都一分不差 地面竟轻微震站起来 他挟着某种特别的事而来 附近观战的个别少年 感觉心脏似被人抓住 越来越难受 枪的一声 一声刀 鸣在黑暗中响起 尽力的秦明 其背负的杨之玉铁刀 出鞘少许 瞬间斩断这种节奏 对面的少年被干扰 脚步一顿 那种特殊共振消失 有丝丝屎屎屎屎的大地精气消散在业务中 鱼卓翰 来人自曝姓名 处离在不远处的群山 皆被黑暗吞没 连模糊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就是业务世界的本来面目 秦明目利极佳 六次新生后 可以看清夜雾下的景物 注视住前方 也自曝姓名 道 秦明 于卓翰有一头垂落到尖头的银发 根根晶莹 竟然在深夜中发光 他面孔如刀削 很有立体感 两人相互打量 并没有急于动手 崔家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帮手 连孟星海都在微微皱眉 觉得这银发少年相当不凡 他定下的规矩较为苛刻 提前说好 不允许外圣参战 怕崔鹤去请来道横远远超纲的元首 这恐怕不是一个纯粹的新生者 颇有仙气的七道明开口 他是李家的女婿 来这里纯粹是看热 不止如此 李家老中青三代 都有嫡系成员出现 明显是在给崔家上眼药 谁输谁赢 他们都乐见 皆笑呵 崔鹤 崔叔宁看到李家的直系成员后 面色当即就冰冷了 双方间没有一点好感与温度可言 忽然 两人有所感 转头去看 发现王采薇的武叔 还有他一母同胞的大哥 也出现在另一侧 站在那里观战 昔日 崔家李亏 没有将贾崔冲和的身份 提前智慧王家一生 事后面对王家嫡系时 多少有些心虚 尤其是 这个曾经和王采薇 同游的贾崔冲和 自从踏上新生路后 隐约间竟然有了 极许画龙的兆头 最关键的是 崔家早先已经放弃他 让他和一群寿员无多的老家伙 一起去吸引李家的主力 赴死发挥余热 纵然 崔家内部有些人想要挽回 也都会心存顾虑 认为双方间 有无法弥合的裂痕 会养虎为患 远处 郑茂蓉低声放狠话 道 你们看 炼影木工的崔鹤崔老四 那绿盈盈的头发 还有那张惨白的脸 如同吃了死耗子一样难看 他竟敢 给我一巴掌 等以后 我非销回去不可 就是他曾经自视身份 并没有亲自出手 但却以眼神 淡笑等暗示 鼓动别人对秦明不利 其他同龄人 有男有女 皆为世家出身 神色颇为复杂 看着业务中的秦明 想到过去的事情 有些人曾经和他关系很近 属于秦明昔日的旧友 这次 这些世家子弟 听闻不少人熟人会来观战 便一窝蜂跟着过来了 两年多过去 这些人中 有的自然早已不屑 在和贾崔冲和论交 但也有人 曾经想来偏远之地 看一看他 今天借机到了现场 远处 黑雾缭绕 黎清云出现 一手抱着酒坛 坐在大清石上 另一只手 正举着酒杯 向着崔家五爷 示意共饮 崔老五不想理会 觉得味太冲 他这是完全被裹挟了 他已经意识到 秦明不进入一窖祖庭 或者加入某一高等学府 他便走脱不了 业务下 两名少年动手了 战斗爆发 四野所有人都安静了 再无声音 黑暗中 两人的体表 都流动着惊人的天光镜 像是两道闪电划破深夜 照亮荒野 激烈碰撞 于卓汉迅速倒退出去 胸膛剧烈起伏 大口喘息 就在刚才短暂的拳掌队轰重 他体会到了沉重如山的压力 崔家人面色平静 并没有担忧之色 卢家的人事不关己 完全是为看热闹而来 但此时也都露出一色 现在似乎证实了 秦明是艺人 卢玉指凝视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在锦锐城偶遇的秦明 悟心那么惊人 还可能是一位艺人 他这样的根底 绝对有资格进入玉清一脉 如此短的时间 他竟成长到这一步了 郑茂容面色变了 不是多好看 业务中 秦明从容不迫 齐长的身体像是一座大山 带着压迫感 向着对手逼近 他知道 这位对手非常强 竟然能接下他的拳头 没有受伤 而且看样子 依旧很有底 他评估了下 银发少年体质非凡 有八千斤出头的力量 几乎算是一人了 若是以六 玉心精 如来精来养身 必然会迅速踏入那个领域 于卓汉在业务中抬头 全身都通透了起来 血肉中仿佛有神秘纹理在蔓延 扩张 他的体表荧光大胜 秦明不管他有什么底气 都无惧 一步迈出 横渡不平整的荒野大地 瞬息就到了境前 一掌向前压去 于卓汉全身像 是有银白色火光升腾 气质大不相同了 这次依旧感应汉对手 居然带动出了可怕的全光 果然 他的力量提升了一大截 如闪电般和秦明交手 接连碰撞 脚下似有大地之气上升 而身上则在沐浴火光 秦明深感意外 这个阶段 新生者几乎汲取不到大地精气 对方也练过物一经吗 还掌握火道领域的全法两者结合 似乎威力颇为不凡 下一刻 秦明脚下的土层震动 大地精气蒸腾 他的物己全爆发 向着轰去 快如闪电般进击 两人像是两颗流星撞在一起 竟发出绚烂的火光 天光竟激荡 而且是多次大碰撞 所过之处 荒野中巨大的岩石崩碎 参天的古树炸开 砰的一声 鱼卓汉被震飞出去很远 撞碎 一棵超过百年的老树 身体亮呛着 落在地上 大口呼吸 夜空中 像是有一道灿烂的长虹划过 秦明不给他喘息的时间 急速逼近 离火镜爆发 又涨璀璨 向前押去 宛若一只金屋横空 无比刺眼 押爆所有业务 轰的一声 这片地带飞沙走石 古木崩碎 身影翻飞 秦明跟进 不断追击鱼卓汉 崔家的人面色微变 但是还没有焦虑感 有人开口 这个秦明 在新生阶段 超乎想象的强大 面对这么厉害的对手 都能平静地压制 很不简单 随后 王家的人更是看向崔赫 王采薇的大哥问道 这个秦明 到底新生多少次了 因为 很多人都感觉情况不对头 于卓汉几乎算一人了 居然被秦明强势压制下去 据他们所知 秦明踏上新生路 还不足半年时间 须知 在这个时间段内 有一道红线横跟在前 新生不得超过五次 孟兴海微笑 道 秦明这孩子有些运到 昔日为了不挨饿 去当猎户 他曾在黑白山 挖到一颗空灵笋 扶持下去后 得其净化 一年不得超过五次新生 这道红线 对他失去束缚 许多人愕然 还能有这种运钱 一颗空灵笋 万斤不换 可化掉毒素 诅咒等 是一种稀有的宝药 当然 如果能让他成长为空灵笋 那价值就更大了 不需要服食 紧待在身边 就可以实时净化血肉 孟兴海不得不编故事 不然的话 问题太严重了 纵然是 他在知晓秦明六次新生 双臂之力达到九千斤时 都觉得过于虚假了 整个人有些梦了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他害怕有些 无比恐怖的老前辈会清灵 不局限于新生这条路上的强者 那些人会研究秦明的身体 真到了那个时候 哪怕离清云在附近 也保不住秦明 王采薇的大哥听闻后 淡淡地看了一眼崔鹤 道 他后上路 都比崔家以六欲 心惊未养的崔冲玄厉害 再这么下去 是不是可以比肩有 敬仙之姿的崔冲和 崔叔宁心中有些不快道 新生路上的人 怎么能和方外之地的 敬仙种子比肩 他便是一人中的佼佼者 在冲和面前 也只是个神甲护卫 或者更高一层的追随者 至此到边了 崔鹤也开口 不爱听王家人的话 道 他的上限一定 有着迈不过去的关卡 新生者和其多 但最后又有几人成为擎天 如来六欲这样的祖师 而且 便是这样的一教之主 也是靠熬时间 才将境界磨上去 孟心海不客气地打断他 道 你们话可真多 以目经 和 注释经 残篇准备好了灵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崔叔宁回应道 面孔附着业务 但依旧可以看出 他的神色冷冽无比 轰的一声 像是在回应他们的话语 秦明的身体充盈住风静 宛若在玉空而行 他在清新的野草上 追逐已经被击飞的鱼灼汉 离火竟爆发 像是熊熊烈焰在灼烧夜空 再次将对手轰飞出去 一群少年震撼 这个昔日的熟人 被发配到偏远之地 几乎被暗死在外 依靠自身 竟走到这一步了 你太自负和骄傲了 崔叔宁看情况不对 对着银发少年喊话 鱼灼汉擦去嘴角的血迹 站在荒野中 道 我不只是在帮你们出手 也在切磋 魔力自身 下一刻 他身上那些明显异常的现象 更为突出 银焰真实流动到体外 全身都散发着刺目的光 他满头根根晶硬的发丝 仿佛燃烧了起来 全身所有毛孔 都在涌动着圣烈的光焰 在浓重的业务中 他像是立身 在一轮焚烧的营月中 方外恶土的术士 一些人露出亚色 至于一群少年 则是大为震撼 他是密教的人 而且非常罕见 竟然是天生的能力者 有人开口 道出银发少年真正的跟脚 这就有些惊人了 鱼灼汉的肉身 已经接近一人 而他最擅长的 却是密教的手段 这位少年强者 明显来头不小 秦明无所畏惧 逼迫过去 有一股冷静 而又沉稳的气质 丝毫不在乎 对方到底是什么领域的人 鱼灼汉通体耀眼 立身在燃烧的营月中 他猛力挥手 瞬间 一道弯月形的光轮飞出 向着秦明那里斩去 秦明脚下没有丝毫停顿 他只是稍微偏了下头 就避开这一击 带着墙 大天光镜波动 他向前迈步 鱼灼汉双手划过虚空 密密麻麻的火光盛放 而后化成一柄又一柄银刀 带着烈焰 急速向前劈去 秦明依旧在临近 还是没有停下的意思 但是在他的体外 却已经是金光大圣 包裹全身 天光镜离体三寸 他锁链的护体弓 金光罩 全面扩张开来 所有火焰灵刀 都斩在了金光罩上 隐约间发出金属撞击声 枪枪作响 但却斩不开这层防御 鱼灼汉双手结印 迅速变化手势 而后凝聚出一杆银丝的长矛 流动着刺目光滑 带着像是 可以焚烧夜空的大火 他猛然投掷了出去 秦明窥然不动 金光照消退 他的双手上 有金丝覆盖 蔓延 透体而出三寸远 他双掌向前拍击 而后砰的一声 夹住这杆刺眼的火焰灵毛 接着 他双手猛力一撵 轰的一声 让此毛暴碎 化作绚烂的流光 直接消散在夜空中 秦明晨稳定迈步 逼到对手进前 如同一座大山道来 有人叹道 从容不迫 面对密教这么强大的天生能力者 他都可以随手化解 最近总听夜报提及所谓的少年宗师气度 我觉得 眼前这位少年 才真正具备那种气场 秦明的左拳和右掌 揭发出刺目的惊瑕 宛若两轮金色的烈阳 横过夜空 仆耀神圣光辉 压制向对手 本章完 夜无将 第136章 拿下 作者 陈东 漆黑无边的荒野中 大雾澎湃 两个少年正在激战 秦明左拳轰至 像是这一轮刺眼的小太阳落下 坟尽夜雾 附近的草木全面崩解 光芒驱散黑暗 彻照这片地带 于卓汉没有退走 而是等在这里 选择和杀到近前的对手硬汉 他的手掌上 银色光焰沸腾 两人的拳头撞在一起 夜色下像是响起惊雷声 声音很大 传向远方 远处的山林中 很多猛禽被惊动 扑朗朗飞上夜空 秦明右掌落下 如室外天光倾泻 声势更为惊人 引发暴鸣 挤压的空气炸开 夜雾全面溃散 这宛若一片神伐之光 从夜幕中落下 催枯拉朽 让附近的山石解体 大树折断 迅速爆碎 于卓汉很骄傲 一向自信地 他在以密教的手段 加持肉身 想和秦明在新生领域 再对决一次 他的手掌中 带着纹里的银色火光 升腾而起 依旧是选择和和对手 来了一次全方位的硬汉 两只手掌对轰在一起后 煞时间 流光四溅 若闪电划破夜空 迸发出巨大的声响 震耳欲聋 荒野中 两人的身影刚一接触 就又分开了 于卓汉喷出一口鲜血 落在他体外的火光中 在痴痴声中 被迅速烧了得干净 他亮腔着倒退出去 秦明跟进 强势无比 依旧是左拳右掌 惊霞缭绕 刺目的天光静静发 这片地带业务消失 在他的全光 掌芒的照耀下 一草一木都清晰可见 于卓汉认清现实 不再和他硬汉 哪怕有天生的能力加持 和对方在新生者领域血拼 也不是对手 他脚下发光 想远离这个对手 秦明追赶 身上流动着霸王的风镜 所过之处 像是飓风过境 将沿途拦路的树枝等 都剿断 一地狼藉 于卓汉身体两侧 银艳缭绕 净化成一对光翼 完全由火焰组成 带着他横渡荒野 速度暴涨 他虽然不能离地而起 飞上夜空 但是身体清零了很多 终于摆脱即将锁住 他的强大对手 秦明止步 平静地注视着远处的对手 于卓汉落在下风 几乎遇险 他以密交的手段 挣脱出困局 附近 很多观战者露出异色 秦明在新生领域的战力 让来自世家的一群少年 大为震撼 天生的能力者 确实了不得啊 这么早就能撬动 业务世界中的灵性力量 常人在第二个境界 才能接触到 有人感叹 观战的人 眼光自然都很高 深知余卓汉的非凡 只是他运气不好 遇上的对手远超预料 密教的前两个境界 分别为 慧光 补灵 慧光 以积电神会为主 处在后机勃发阶段 而到了补灵境界 可以降服煞气 大地精气等为己用 天生能力者 这种人较为少见 天生就具备某种特殊能力 就如鱼灼汉 他的身体清和火光 很早就能控火 他加入密教后 积电神会 学到各种手段 直接可以撬动更强的力量 拥有了第二个大境界的 小部分手段 于卓汉深呼吸 用袖子 擦进嘴角的血迹 他脚下发光 火焰光一振动 向着前方而来 秦明看着他 这还是第一次 和密教的人对抗 还真想看一看 他的各种手段 仔细研究下 夜屋下露水很重 荒野的草叶上湿漉漉 秦明如急风过境 踏着草叶向前杀去 于卓汉彻底改用密教的手段 他的指端冲出一片火光 接着蒸蒸作响 居然化作一条银色锁链 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银色光焰凝形为火链 颇为逼真 一群少年中 有一部分人走的是密教的路子 见到这一幕后 只能探服 掉一框叫八肥一门岩霜 一框叫丁十亿 银色火链激势而来 向着秦明头颅刺去 秦明右手扬起 天光尽流动 若昭霞自龙照着大雾的海面 射出绽放蓬勃的光彩 枪的一声 他徒手将银色火链斩断 并且右手振动间 整条链子崩碎一大截 于卓汉面色平静 一时间 他全身都在绽放荧光 一条又一条银链飞出 向着秦明缠绕过去 漆黑的夜幕下 荒野中银芒纵横交错 铿锵作响 这像是在结枉 要将秦明束缚在当中 秦明无惧 他不信对方可以 无休止地催动出 密密麻麻的火链 其自身也肯定在迅速消 他的身体浮现金光照 窥然不动 立身在荒野中 任火链密密麻麻 却难以撼动他 在他的体外 天光能有三寸厚 将灵近的火链 不断地撕裂 脚断 有效地防御住了 如果比消耗的话 他会怕对方 尽管来就是了 鸿铮铮 于卓汉以火链化作猪网 将秦明围在当中 可谓全力以赴 他连着挥动拳头 一团又一团火光飞出 伴着火焰灵刀 铺天盖地 向着对手轰去 一时间 荒野都被照耀的一片绚烂 夜色被驱散干净 秦明脚下 大地精气蒸腾 他运转物已经 换了一种护体术 阴土镜和阳土镜纠缠着 在他体外流转 而后化成物几镜 他的体外 土黄色物矮浓郁 汹涌澎湃 对抗着密密麻麻的火焰灵刀等 随即 地面隆隆轰鸣 秦明像是与大地凝结为一体 物己全沉重如山 挥动间 将周围那密密麻麻的火链 都牵引了起来 无法维系大网形态 随着他的全光而扭曲 摆动 逐渐开开始崩断 枪的一声剑鸣 于卓汉见到这样 都束缚不住对手 直接拔剑 一柄赤红 且灿烂的大剑出鞘 照亮夜空 赤玉铁剑 一群少年中 有不少人眼热 这可是没有掺杂 其他金属的纯金玉铁 直接被炼成一柄大剑 相当奢侈 于卓汉背负的光翼震动 将他的速度推升到极致 他双手持剑 如一道赤色的闪电 划破夜空 向前斩去 轰的一声 秦明以雄魂的物己拳 打爆周围所有的火链 那密密麻麻 如同珠网的荧光 全部溃散了 枪的一声 他拔出羊枝玉铁刀 单手攥着 在到处都是火链溃散的流光中 向前迈步 猛力挥刀 夜空下 火星四箭 两人如同闪电横过荒野 快速移动着 刀与剑不断斩在一起 金属摩擦与撞击声刺耳无比 密教以特殊手段温养的玉铁 不仅不会灼烧他们的神会 还能保护他们 更可以提升他们的力量 观战者中开口 玉铁是一种吸针的材料 有各种非凡特性 于卓汉手中的赤玉铁剑爆发火光 将他与生俱来的能力放大了 他每一次挥剑 都带动着漫天大火 向着前方倾泻过去 秦明亚然 难怪对方敢和他再次近距离拼剑 那柄赤玉铁剑 似乎整合了于卓汉心声 匿集两条路上的力量 叠加在一起 天光与奇异的火光交织 迸发出来 破冷了 于卓汉手中的赤玉铁剑 带动的大火中 竟飞出一只只火鸭 向着对手冲击过去 秦明从容不迫 右手挥刀 左手出拳 将那些火鸭迅速打爆 化作大面积的火鱼洒落 他右手中的杨枝玉铁刀 承载着他惊人的天光 并伴着某种意境 轻松写意间 就斩出了强大的刀意 一瞬间 整片夜色都像是被劈开了 刺目的刀光 宛若勾连了九天雷电 像是邪某种天地之威 于卓汉手中的赤玉铁剑 差点脱手飞出去 他的右手 被一种距离震的血淋淋 不同手指间的软肉 都被撕开了 秦明连柱挥刀 不断斩落 隐约间 整片叶物仿佛化 成了汪洋 而他手中的杨枝玉铁刀 则成为一轮大日 自海绵月初 爆发出无量惊霞 斩破云雾 搅动起惊天大浪 业务澎湃 而后轰的一声 被刀光斩得迅速溃散 这一刀落下 于卓汉手中的赤玉铁剑 所有火光都熄灭了 他整个人更是横飞出去 秦明连着挥刀 不断斩落 隐约间 整片业务仿佛化 成了汪洋 而他手中的杨枝玉铁刀 则成为一轮大日 自海绵月初 爆发出无量惊霞 斩破云雾 搅动起惊天大浪 业务澎湃 而后轰的一声 被刀光斩得迅速溃散 这一刀落下 于卓汉手中的赤玉铁剑 所有火光都熄灭了 他整个人更是横飞出去 手臂竞篮 险些丢掉手中的大剑 这让不少人脸色微变 感觉到了秦明刀法的强大 真的有几许少年宗师的风采 秦明一步迈出 瞬息到了镜前 再次挥刀 一时间 刀光照亮荒野 映现出他坚毅的面色 要照耀出于卓汉苍白的面孔 后者再不断咳学 于卓汉不得不再次施展秘法 背后浮现火焰光翼 让他速度暴涨 拉开和对手的距离 不然的话 再耽搁下去 他可能会被刀光斩爆 即便这样 他的整条手臂也在颤动 血肉崩裂 伤口很深 完全是被对方的长刀震伤必久 来自世家的一群少年 内心大受震动 于卓汉非常强大身体素质 接近一人 还是天生的能力者 再加上密教手段 叠加在一起 其战力分外恐怖 即便这样 他都挡不住秦明 郑茂荣凛然 这位固有到了偏远之地 都没被按死 未曾废掉 以后 要是真个崛起 会不会找他算账 光彩照人的卢玉纸 露出金融 秦明这种表现 肯定能通过 玉清一脉 核心门徒的考核 荒野中 于卓汉将赤玉铁剑归翘 他一咬牙 双手伸向夜空中 而后全身爆发出 璀璨的荧光 他不想输 以前还从未尝过败过 他双路并尽 是天生的能力者 可谓天赋绝伦 今夜居然接二连三地受挫 他很不敢 他想豁出去 血拼到底 哪怕事后要大病一场 他现在也战胜这位对手 于卓汉一声大吼 身上的银色光艳沸腾 笼罩在体外的音乐 愈发的耀眼 而后 竟然从他那里生腾起来 脱离他的身体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刚才他双手伸向夜空 做出托天状 原来是要托举起 这轮燃烧的音乐 夜空被照耀得很亮 一轮音乐高悬 他不再神圣 熊熊烈焰蒸腾 焚烧虚空 普照万物 流动出无比危险的契机 秦明攥着玉铁刀 像是在御风而行 直接杀了过去 于卓汉一声嘶吼 双手托举的恐怖音乐 疏得离他而去 向着对手飞去 急速横过荒野 秦明刷的一声避开了 然而 这轮音乐被于卓汉 以神会牵引 再次掉头 向他照落 散发着极度危险的气息 秦明止步 这次天光镜毫无保留地倾泻出去 长刀仿佛要融化了 四一轮大日横空 他猛力劈出 轰的一声 他整个人倒飞出去二十几米远 不过 那轮沸腾的音乐 也被他斩爆了 秦明衣服破损 有些狼狈 他提表的天光镜 都暗淡下去了 消耗很大 不过并没有完全脸去 因此 他不曾受伤 他抬起头 眼神灵力如闪电 瞬息间 他的天光镜再现 迸发出更为恐怖的光芒 秦明大步 向前走去 且将长刀归翘 他的天光镜沸腾 脚肢 毫无保留地倾泻着 在身体上流转 他握紧了拳头 向着对手冲去 该结束战斗了 阿虞卓汉大吼 他面色煞白 艰难拖举起第二轮沸腾的音乐 猛然致出 秦明三大奇功 十八种大成的天光镜 融合归一 谁都看不出 这是哪家的镜法 他大步向前冲去 右手如刀 直接划过夜空 轰的一声 将那轮银月斩爆 他虽然受到猛烈的冲击 衣服愈发破破烂烂 但是 他没有受伤 更不曾止步 速度保持不变 如一颗流星横过荒野 到了对手镜前 而此时 秦明的天光镜 再次强盛起来 左手握拳 向前砸去 璀璨金光盛放 于卓汉面如金纸 勉强凝聚出第三轮银月 但很暗淡 没有银色光焰沸腾 随着对手到来 带动着恐怖的全光杀制 于卓汉那轮银月 都没有催动出来 就自动熄灭了 秦明的拳头 流动着恐怖的天光镜 砸到他的眉心前 而后疏地停下 阿虞卓汉惨叫 密教的人所祭奠的神会 也涉及精神领域 被秦明如烈阳般的全光 逼迫到头颅镜前 虞卓汉承受不住 仰天栽倒在地面 本章完 业无疆 第137章 多一种选择 作者 陈东 浓重的业务中 银色火光熄灭 只剩下秦明的拳头 流动着烈阳般的天光镜 抵在对手的额头前方 于卓汉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已经彻底昏厥过去 远处 崔赫和崔淑宁 情绪起伏剧烈 胸腔中阵阵发堵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甲崔冲和之强 远超他们两人的预料 如果是崔家子弟 他们忍不住要大声喝彩 这绝对是经验四方的少年英姐 然而 眼下他们和秦明之间 有着无法弥合的巨大裂痕 根本没有办法改善关系 最为关键的是 让甲崔冲和这样一路成长下去 不说其他人 就单他们两个而言 感觉要睡不住绝了 荒野中一片寂静 一群少年心中翻起浪涛 蛀石被惊到了 瞬间 他们那片地带 传出一片嘈杂 热意起来 醒一醒 秦明巴拉于浊汉 怎么就昏迷过去了 他还想 在其情绪最为激动之际 进行共鸣呢 秦明意识到 自己融合皈依的天光镜 对密教的神会有伤害 充满压迫感 他只好收敛全光 他准备翻找 搜罗战利品 突然间 他心生紧照 寒毛倒数 不知何时 附近已经出现两道身影 正在默默地看着 其中一个是孟星海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另外一人以黑袍裹着身体 是男是女都分不清 但看得出 颇为在乎于浊汉 两人出现在这里 多半是怕他下杀手 秦明自然不会这么做 不想无缘无故地树敌 银发少年 曾经顶撞崔淑宁 说要借此魔力自身 显而易见 这名少年 并不听命于崔家 秦明认为 如果杀了于浊汉 崔鹤和崔淑宁会乐见 因为 银发少年多半来头不小 其实力相当不凡 是天生的能力者 密教应该很喜欢这样的新人 秦明的手都伸出去了 想在于浊汉的怀中捡饱 结果被孟星海看着也就罢了 黑袍人也在盯着他的那只手 他尴尬但却不失礼貌 自顾笑了笑 啊 兄弟 地上都是露水 你赶紧起来吧 我可没有下重手 秦明伸出去的那只手 自然没有办法搜罗战利品了 顺势摇了 摇银发少年的尖头 想将他唤醒 黑袍人开口 咱们都是密教中人 说好的和气呢 你这侄子下手可不清 那种如黄黄如大日般的全光 换成一般的密教门徒 神会肯定都要被烧穿了 孟星海摇头 道 他初次和密教门徒动手 不了解我们这条路上的手段 所以没掌握好伙后 远处 崔鹤和崔淑宁听到这种对话 心态都要崩了 他们从密教找来的少年强者 合住早就被孟星海知道了 双方不仅认识 似乎还有些交情 于卓汉苏醒 一眼看到那名气场很强 带给他无边压力的对手 正在对他笑 相当的灿烂 他心头立刻发紧 这么危险的人物 近在咫尺 那恐怖的天光静若是爆发 他祭奠的神会都要爆开 别害怕 你可不要再昏过去了 秦明赶紧安抚 黑袍人走来 道 起来吧 于卓汉面色微红 立刻道 我不是下昏过去的 我是被那烈阳般的 全光灼烧神会 受伤所致 秦明十分遗憾 眼睁睁地看着 银发少年 背好赤玉铁剑 于卓汉警惕地看着他 总觉得这个 如山岳般强大的少年 眼神不对劲 一场对决 就此落下帷幕 有人欢喜有人忧 荒野中的观战者 心情各不相同 一群少年那里 气氛最为热烈 都被昔日就有的实力惊呆了 谁都没有想到 他崛起得如此迅猛 两年前 很多人都知道他出事了 若无意外 他的人生轨迹 已经彻底改变 再也回不到他们的视野中 事实也是如此 据他们了解 他踏上新生路 还不足半年 岂不这么晚 又没有好的功法 拿什么追赶 结果 他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被打落下云端后 沉寂两年多 再次传来消息 已经是一位艺人 郑茂蓉自为追骨 向上冒含气 他以为跌落尘埃的旧友 随便和人暗示下 就能暗死在偏远之地 可如今竟彪悍到这种程度 他心中强烈不安 在他的身边 有些熟人已经在张罗 回头要去赤霞城 邀请秦明小巨侠 我就知道 他纵使遭遇大变 早晚也会重新振作起来 有人笑着开口说道 这种话语 有几分真几分假 那就很难判断了 不过 其中确实有些人 真心为秦明高兴 昔日迫于压力 不敢来赤霞城看望他 见他自己挣扎出泥沼 得到孟心海的赏识 被离家素老看中 都暗自为他松了一口气 哼哼 李家嫡系成员中 有人在笑 丝毫不顾及崔赫和崔淑宁 那阴沉的脸色 相对而言 秦明踹了李清潇屁股两脚 算得了什么 现在 秦明每高光一次 都等于在 萧崔赫和崔淑宁等人的脸面 让他们窝火 胸腔中发堵 身为对头 李家的嫡系成员自然高兴 不过 当他们想到 李清须当初险些杀死秦明 又都促起眉头 认为 那次可真是烂尾收场 要么别动手 要么就应该直接打死 免得留下麻烦 所以 慢慢地 李家的人也笑不出来了 也就一个七道明还能微笑 和孟心海打招呼 聊着年少时的就是 崔赫 崔淑宁 好半天都没缓过来 密教看中的一个种子 居然都败了 更进一步说明 秦明有资格踏足六域的山门 其潜力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崔淑宁转身 正好看到王家的人 他们什么都没有说 已经向着业务深处走去 将要离开此地 崔赫憋了一肚子气 被一群熟人看了场笑话 他还要交出去 以沐金和 注释金的残片 太窝心了 果然 孟心海直接就走过来了 笑容满面 向他伸出了手 这都不带缓一缓的 当众所取 远处 一块大清时尚 黎清云笑道 崔老五 你觉得我的眼光怎么样 看人还行吧 崔家五爷想将大巴掌弧 在他的脸上 这不是 在奚落自己的眼光差吗 他冷淡地回应 新生路很不好走 没有几个人能走到最后 历代以来 熬出几个祖师级人物 说到这里 他越发释然 新生路太好时间了 相对而言 有尽先知资的崔冲和 走的是方外之路 崔起速度非常快 在他看来 崔冲和不仅可以低头 看着新生路上的同辈中人 还能俯视新生路上的青壮 老辈等数代人 卢玉芷散发着朦胧的光 在业务中穿行 如同山林中走出的精灵 空明出尘 他来到秦明镜前 微笑道 想不到你是一位艺人 在天瑞城的紫竹林里 更是解析出八种色彩的天光镜 注视惊到了我 他是发自真心地欣赏 佩服 一个还没有进入玉清 六玉这种道统的少年 对于天光镜的理解 居然如此深刻 实在了不起 在卢玉芷看来 即便是大教祖庭秘密域培养的少年艺人 也不过如此 甚至 他认为 秦明进入玉清的山门后 经过长老指点 苦修正交的玉清静后 有那么一线希望 去竞争少年长教 少年祖师 他灿烂地笑着 问道 不知道你是否想加入玉清一脉 秦明觉得 玉清一脉在为将来的大开辟时代 做准备 迅速扩张 这样收图和过去不太一样了 不见得能精心培养弟子 但他还是很感兴趣 卢玉芷送出一张金色的纸张 告诉他 只有他去玉清的道统所在地 可以进行核心门徒的考验 秦明笑着点头表示感谢 认真收了起来 不管最后是否会去 多一种选择 总没什么坏处 不远处 崔赫和崔淑宁心中一惊 玉清一脉主动送上经书 这让他们更加的不是滋味了 偏偏发出邀请的人是卢玉芷 玉清一脉的艺人 他们哪怕是上一辈的人 也不敢轻易得罪他 秦明 一群少年走来 有男有女 热情地围在这里 有如玉芷在这边 他们很自然地跟了过来 各位 好久未见 秦明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拿来吧 孟心海见崔赫磨蹭 金书给得不痛快 还分神去看秦明那群人 顿时自己动手 直接夺了过去 姓孟的 你太无礼了 崔赫的发丝变得绿盈盈 非常不满 孟心海拿到经文后 懒得和他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此时 秦明身边围了不少人 连密教的新种子 鱼灼汉都过来了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各位远来是客 回赤霞城吧 我来坐东 为你们接风洗尘 孟心海招呼众人 从老辈到青壮 再到少年 都一并邀请 在回去的路上 秦明思存 他将何去何从 现在选择变多了 他进入哪一家和事 孟心海十分严肃 道 你需要认真琢磨下 回头也要一张六欲的经书 多条路总比没有好 随即 他将以《目经》和《注释经》残篇 递给了秦明 本章完 《夜无疆》第138章 走进传说 作者 陈东 宽的大厅中 诸多水晶灯盏纯净无瑕 内部街放有太阳石 折射出绚烂的光彩 清潭木桌前 熟人就有把酒化当年 玉杯被火侠照出温润的光泽 香气浓郁的酒液 倒映出斑斓的光影 杯酒谈笑间 他们一起过往 谈及未来 时间如适水 人还是熟悉的面孔 但也不全似当年 少年皆老成 举杯兼事故和故事并起 即便是昔日青涩的少女 如今也已是雍容华贵 秦明威 出门送故人 孟心海也带看酒气 或是真情或是假意 对一群熟人挥手 回来后 秦明酒意见消 眼神恢复清澈 准备去研究 以《目经》和《注释经》 迫切想提升实力 在业务世界中 自身强大 是支撑一切的基础 孟心海道 你先别急注练 得找新生路上 道横高深的老怪物研究下 万一功法有缺陷 很容易出大问题 秦明点头 道 我大致浏览一遍 其实 他有一定的把握 判断经文是否为真 因为 待看墨湘的手抄本 留下了不弱的情绪波动 很快 秦明知晓 那是崔赫的怨念 崔老四不想把自己锁链功法 给别人看 因此 他亲自抄写 这本《以目经》 还真有些狭 虽然缺陷不明显 但这样 去练 肯定难以圆满 秦明自己矫正 共链到了 那几段正确的经文 来头不明的功法 果然不能随便练 注释经也有些问题 被秦明手动改好 不止如此 他还在崔赫的怨念中 多共铭出一页经文 由六页变成七页 可惜 崔老四的各种负面情绪 远大于对经文的思量 秦明研读 注释经 发现很悬 现在他境界不够 还真练不了 要求必须得先掌握 以目经才行 他能够感觉到 这本经文相当不凡 对严寿 续命 以及保持自己的巅峰状态 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他虽然没有 改命经设计的领域多 但也有相近之处 以后或者可以相互印证 结合起来练 三日后 秦明发现 自己乌黑的发丝 竟沾染上一点绿意 顿时脸色微僵 以后运功不会 和霍赫一样 绿的发光吧 他尝试以博书法去融合 发现皈依的天光镜 没有什么问题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罗浮仙山回来 已经有段日子 待身体彻底缓解后 我便可以考虑第七次新生了 秦明非常期待 每一次身体蜕变 他的实力都会大幅攀升 他在评估自己的天光镜 曾经合练六玉镜的 崔冲玄交手 那时 他刚掌握 离火精 和 金蚕精 我练成两种 奇功十天光镜发生质变 能压制 只练成一玉镜的霍冲玄 而据他所言在 新生领域六玉一脉的艺人 炼成两玉镜才算合格 秦明琢磨 这样看的话 他在新生阶段 最少得炼四种奇功 才能不弱于传说中的进法 当然 这只是最朴素的叠加 他没有考虑 各种奇功的融合 相冲等问题 他用 离火精 和如来门徒 相义武换道 物己精 如今诱德 以木精 已经凑够四种奇功 至于 改命精 属于炎寿 提开票付的奇书 大概对大光镜的加成效果不大 您唤其雪中送炭 不远甘理为我带来 离火精 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秦明清语 若是没有离火精 就不会有物己精到手 在山河灵朝中的蜕变 也不会那么完满 接下来 他积极练 以木精 为下一次新生做准备 秦明连胜二十场 已经满足进入六域的要求 可以去那里接受考验 孟兴海找人帮他将金书取了回来 不久前 他还在未去哪里而奔波劳累 和不同的城池的第一笔斗 现在 他已经手握两张金书 犯了选择困难症 孟兴海道 据我了解 这次六域 秦天 玉卿等道统 最新收图标准 皆放宽了条件 不是一人也可以去敬逐核心弟子的位置 据说是因为 悟性逆天的人 可以后期发力 或有办法提升自己的根骨 改意澎富 秦明然 这些大教祖庭各有动作或放养顶级门徒在外或迅速扩张 都是在 为大开辟做准备吧 最近数日 孟兴海听闻不少消息 方外之地 秘教也在积极吸收顶级天才 他将一些资料递给秦明 道 玉卿 秦天 六域这些道统都需要进行两场考核 筛选出最终的核心门徒 而且每次都有好处 吸引顶尖棋才参与 几个道统条件相仿 似乎彼此通过气 避免恶性竞争 秦明虚心向他请教 哪个道场更适合 老孟也是皱眉 因为真不好判断 他探道 大扩张时代 几大道统 似乎都很需要一人 顶尖奇才 一副多多益善的架势 就怕未来大开辟时代到来后 部分人会沦为炮灰 不得不慎重考量啊 而且 有些大教都快成子孙道场了 若是同为核心门徒 资源的分配 肯定有些倾向性 亲疏有别 秦明道 这样看的话 特殊的高等学府倒也不错 孟兴海道 反正还有时间 再研究下吧 次日 他就带来新消息 几个强大的道统的考核 都有些眉目了 孟兴海笑着道 可以先去羊毛 拿好处 最后再做决断 晴天 玉清 六玉的初次考核 都会提供一些天光镜法 属于他们的独门典籍 检验报名的天才 是否适合他们的路数 几个道统都说 他们的考核之地 有非常吸针的灵性物质 能否得到全靠自身 实力 这也算是给予参与者的一种好处 晴明马上就要第七次新生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 顿时心动 孟兴海也笑了 道 大叫祖庭的灵性物质 肯定比外面的强多了 值得期待 最近你就不要冒险 往雷火炼金电跑了 晴明立刻点头 去传说中的道统学大光镜法 获取灵性物质 即便最终不选择 那里这波去了 也不亏 他还针对六玉 玉清 晴天交的祖庭很好奇 想深入进去看一看 万一让他精神共鸣到部分点击 那就赚大了 什么时候开始 晴明问道 恨不得立刻前往 孟兴海告知 还得再等几日 他取出六个小布袋 递了过去 道 诺 给你 这些袋子里面都是洛果 他知道 晴明的根底远超常人 怕他第七次融合天光进食 从烛光城七道明那里 迎来的一袋洛果不够 前段时间 他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洛果 有的是迎来的彩头 有的是 他以骤金买来的 我和孟叔就不说谢了 晴明接了过去 他已经雾透 以木金 也练出少阳境 龙爪境 结晶境 风火境等 就等住第七次新生后 借洛果进行融合了 洛果母树 扎根大光池中 取的都是世外大光的精粹 都快凝聚成液体了 药效惊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晴明积极备战 做各种准备 稍微一运转引木工 他的头发 就会染上丝丝绿意 此外 他请孟心海帮忙 将一些玉铁 还有一斤 打磨成武器 那杆霸王架 被黎清月拆了 当中的精粹是黑玉铁 总量不是很多 这些碎块 能打造十几枚箭头 晴明觉得 那柄比手臂略短的杨枝玉铁刀 用得还算顺手 这次就没有加入黑玉铁 重新祭脸 随后 他郑重地取出一小块 洁白无瑕 温润如玉石的玉鲸 初看像是杨枝玉铁 淡笔 枝更内敛 当中蕴含看莫名的神韵 晴仙之物八卦如由多种玉鲸 混住而成 其中就含有这种血如玉的玉鲸 晴明当初 从巨坑底部挖出来一把 结果事后 那些老怪物们收上去后 只给黎清月一子一百两块 如今 他和黎清月一人一块一斤 数日后 晴明多了十二支玉铁剑 当然只限于箭头 以黑玉铁打造而成 黑幽幽 带着玉石光泽 但极其危险 此外 他还多了一个吊坠 拇指长 洁白晶莹 形似无禀的小剑 也有些像锥体 最前端较为锋锐 一斤武器价值连城 哪怕一小块都很难寻到 他可以破天光镜 意识灵光 神会等 想要挡住他 需要极强的手段才行 这次之所以耗时数日 主要是打磨他相当的艰难 相对而言 很吸针的黑玉铁 当日 就被打造成了箭头 孟兴海有些眼热 提醒他道 这个吊坠 比你身上的所有玉铁武器 加起来都珍贵很多倍 可别意外弄丢 晴明笑道 孟叔喜欢的话 那就拿去吧 孟兴海摇头 道 说什么话呢 我这么大的人了 还会铁进你的东西 最近几日 晴明觉得身体彻底恢复了 哪怕立刻进行第七次新生 都没有任何问题 他期盼看 进入传说中的大教祖庭 终于 有了最新消息 六欲最先开始考核门徒 这还真是有些巧了 崔家不会认为 我故意和他们对看来吧 晴明开始收拾行装 六欲这个道统地位超然 其山门在大鱼皇朝境内 无人敢在其周围声势 称得上镇景万类 从赤霞城到六欲所在地 大概有一方五千里 这一次 黎清云亲自出面 用自己的飞行坐骑 将他送了过来 前方 群山起伏 鲜雾缭绕 并有灵光影线 每一座山峰都像是一颗龙头 自地下延伸而出 不说其他 单是六欲山门这片地界 就很了不得 黎清云道 好好表现 希望你能把握住一些机会 六欲心经 一旦练到最后一步 据说 方外之地的大人物 都要忌惮 他已经将崔老五放回去了 大大看看那张老脸 他也觉得腻了 主要是 他将秦明几乎送经六欲祖庭 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秦明笑道 李燕 你放心吧 不管我最后是否会留在此地 但肯定不会给您丢脸 六欲山门之外 早已经有很多人 不少都是年轻的面孔 皆是从业务世界各地赶来的 顶尖奇才 最近这些大 秦明这个名字 在干年世家小范围内流传 让崔家部分人格外星 当知道秦明已经进入六欲祖庭 一些人的面色变了 次日 崔家的核心人物 也是实际掌权者之一 崔老五的亲兄长 崔家的二爷崔长青 亲自登陵六欲山门 他是方外之人 实力非常强大 同时他也在练 注释经 严寿 拥有一头碧绿的长发 面孔白皙 没有皱纹 不显老态 本章完 夜无将 第139章 规则内的重礼 作者 陈东 天地漆黑 宛若深渊 六欲祖庭占地极广 高级火拳流淌 名秀 灿烂无比 整片地界生机勃勃 一座高大的建筑物 以坚硬如铁的青金石为主材料 带着斑驳的岁月感 历史上有很多富有盛名的高手 进入过此地 客厅宽敞无比 一位须发 皆为淡金色的老人开口 崔长青你来做什么 乌木茶桌颇为厚重 色泽深沉 自然纹里 油若山河剪影 茶香鸟鸟 但静坐的两人 都没有去碰杯子 多年未见 思念老友 特来拜会 崔长青微笑 一头碧绿的长发 流动着草木的清新气息 金发金须的老者看向他 双眼射出金芒 道 昔日 我已经破裂 以我师父的名义 让你们崔家的孩子 提前学第一卷六玉星经 没事不要再来了 他明周世泽 但金色的须发 是因为练六玉镜 到了一定阶段所致 连瞳孔都如此 四黄金筑成 道横极为高深 崔长青肤色如雪 容颜不老 看起来不过三十许人也 他拱手道 昔日 我和那孩子的父亲同来 求取到真经 还要再次谢过周兄 随即他补充道 那孩子不负所望 年龄仅十五岁 就已经是一位艺人 他九次心生已然圆满 只带悟出六玉镜真谛 破茧化蝶 不服大药 顺其自然地 踏足外圣领域 那倒不算辱 梅六玉星经 周世泽点头 面色好看了一些 眼中流动金光 问道 那你所为何来 崔长青潜引了一小口茶水 道 冲玄这孩子单纯 虽然已是艺人 但唯恐被外人所害 我今日登门 特来请老友多照服一二 周世泽淡淡地开口 你这话里有话 他若为艺人 通过核心门徒考核 在我六玉祖庭 谁能害他 崔长青道 一只恶劣的皮猴 我家里养大的 最近很不听话 已来到六玉祖庭 我怕猴逞凶 你家孩子身为艺人 如果足够强 还怕一只猴 且那猴若是拜入我教 就已是六玉门徒 周世泽坐在乌木茶桌 后方平静地说道 猴子捉猎 慎兄 我家冲玄心思纯净 忧他遭遇不测 崔长青说到这里 右手在虚空中轻滑 一抹流光化作利刃 又快速消散 周世泽面色冰冷 但金色发丝飘无起来 像是个怒师 道 你什么意思 赶来我六玉放肆不成 崔长青笑道 周兄 你可别误会 我没有他意 只是担忧冲选 昔日你赐下真经 他也算是你半个弟子 不能看着他出事 周世泽道 他在六玉祖庭 一切都按规矩来 不会有问题 随即他警告道 我劝你莫要声势 六玉祖庭不容外人伸手 敢触逆领者 必斩之 我自然明白 一切都有规矩 崔长青笑呵呵 虽然年龄过百 但是身上充满草木的清新气息 比很多轻壮都显得更有生机 这是 注视经的妙处 他能延寿 更可以 让一个人 维系在巅峰状态很久 他取出一个锦盒 放在乌木茶桌上 向前推去 你什么意思 周世泽没有动 眼神略显凌厉 崔长青笑道 看望老友 总不能空手而来吧 我知道你喜欢剑气 这一柄出自业务世界深处 千年过去 岁月也难掩齐滑 他打开锦盒 露出一柄持许长的短剑 流动着五色霞光 接着 崔长青又取出一本手闸 向前推去 道 各教祖师应该都收藏有 注视经 但随着时间流逝 各家的理解有些不同了 这是我崔家老祖 对注视经严授部分的感悟 还请周兄品鉴 周世泽面色严肃 现在谁都知道 崔家老祖宗 对注视经有独到的见解 两百年前 崔家老祖年龄就很大了 都说 他快不行了 结果两年前 李家出了无比厉害的人物 带人来犯 闭关两百年的崔家老祖宗 居然又出事了 这本手闸 让周世泽动心 他看起来金发金须 人在壮年 其实早已超过百岁 只不过练成六玉镜 让他道横高深 生机旺盛 还不显老太而已 老友 且收下吧 不会让你为难 一切按规矩来即可 崔长青微笑 七体表流动出轻绿光泽 张显自身依旧生机勃勃 六玉祖庭 火拳鸣灿 白雾缭绕 景色无比优美 秦明已经来此地两天 近待初次考核时间节点到来 他被安排在黄金灵中 事实上很多来自各地的顶尖 天才都临时居住在这里 在这片广阔的灵地中 所有树种的叶子都是黄金色泽 不知道六玉祖庭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比如那千年古松 本因苍翠长青 结果满树金银 所有松针都流动金光 且有更为浓郁的松香弥漫 便是湖中的荷花 也都在盛开金色花朵 长着黄金色泽的叶片 与众不同 甚至此地的火拳都不是赤红色 而是充益着淡淡金匣 穿林而过 让此地景色别致 林中有很多独栋的小木屋 每人一座 现在已经有数十人入住此地 都是参加核心门徒考核的少年 普通门徒那里 人数更多 另有安排 玉卿 晴天 六玉放宽了择图条件 因此 今年报名的少年远超以往 你们知道吗 据说此地的草木 之所以为金色 是因为祖师最小的门徒 曾经在此团观 自六玉星经中 领悟出自己的光明尽所致 他出观时 睁眼刹那 金色瞳孔流转神光 所过之处 草木皆金黄 此地染上了他的神秘力量 居住在这里的少年 消息灵通 竟知道这种隐情 祖师最小的弟子 年龄多大 有人忍不住问道 嗯 不清楚 不过这位少祖的徒孙辈 比如周世泽长老 估计都有一百多岁了 黄金林中 渐渐热闹起来 到了最后两日 已经有五十几人 秦明很低调 没什么存在感 他发现两名艺人 一个是健眉入病 非常英俊的曹无极 在锦瑞城的紫竹林剑谷 还有一名气质冷艳 容貌绝美的黑衣少女 实力非常强 和曹无极争夺位置最好的 那栋灵狐的木屋时 两人对轰了一拳 竟是那少女 将曹无极震退三步 顿时震住所有人 很多人对曹无极并不陌生 因为她是夜报上 曾经多次报道的奇才 早已名动各作巨城 这时 人们才意识到 黑衣少女 竟然也是一位顶尖的艺人 秦明暗叹 外界传闻中的艺人 来到六域祖庭后 竟见到两个 至今为止 她都没有和艺人交过手 总体来说 她昔日的对手 除了鱼卓汉比较突出 其他人的位格 都没那么高 少年艺人都非常强 秦明严肃而又认真的评价 她永远高估对手 避免自己轻敌吃爆亏 你们知道 我们这次怎么考核吗 据说 要去见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那里有西针的灵性物质 但也极度危险 或许需要我们联手 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有些少年在六域祖庭 颇有人脉 竟打听出这样的消息 六域的长老说了 无论是单人行动 还是组队 都可以 随意 这种宽泛的条件 不知道六域的人怎样想的 又会如何具体考察 让所有少年都有些没底 有人开口 我猜测 在那种神秘的大环境中 组队的人 最后也会迫不得已分开 所以 他们才如此随意 不过 初期阶段 我们联合行动比较好 安全有保证 且可以节省力量 曹兄 咱们结伴行吧 曹哥哥 很快 曹无极那里就被人围上了 有男有女 敢来这里参加考验的人 自然都有些底气 但很清楚 争不过曹无极 和那黑衣少女 因此 他们降低目标 努力去当老三 老四 甚至是老五 若是过关 也能成为核心门徒 此外 高冷的黑衣少女 卓雅身边 也为了很多人 想和她同行 秦明平静地看着 那些人真的是低头 福气曹无极和卓雅吗 倒也不见得 或许有人单纯的是 想借两人之手开路 到时候节省自己的体力 不用亲自动手 秦兄 你不去和他们组队同行吗 秦明的邻居 黄一少女周磊问道 卓雅比较冷 不好说话 我们去和曹无极同行吧 另一位邻居黄成这样建议 到时候再说吧 秦明说道 两人远去 觉得这位邻居 属于低调的自负者 大概想当独行客 当日 崔冲玄赶到 卡着时间点到来 崔家兴一代艺人 有人消息 来源靠谱 近第一时间知道 崔冲玄的身份 黄金灵中 崔冲玄选了一栋木屋 较为低调地住了进去 很快 他发现了秦明 一时间神色复杂 有些纠结 但最后还是主动走了过来 微弱地喊了一声 哥 秦明笑了笑 对他点头 道 明日 全力以赴 好好表现吧 许多人惊异 虽然隔着很远 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 但都意识到 那个低调的家伙 似乎也有些来头 是你 曹无极走来 他居然才发现 那个在锦锐城紫竹林中 将天光镜 展现出八种光彩的少年也来了 曹兄 又见面了 秦明笑着点头 近距离观察 他越发能体会到 艺人体质的强大 曹无极得的一身生机 异常旺盛 最为关键的是 曹无极大概踏入外圣领域了 比上次见到时 似乎强了一大截 这意味着 黑衣少女卓雅 也已经是一名外圣 众人惊诧 皆往来 两名艺人 居然都和那个秦明认识 黑衣少女卓雅 听到有人叫出秦明的名字 也清零地走了过来 露出异样之色 道 你就是秦明 是 秦明确定 以前和他没什么交集 我表兄是俞卓翰 卓雅说道 露出弹笑 如冰山解冻 雪莲花出战 竟是无比的灿烂 啊 原来是自己人 我和他不打不相识 秦明立刻变得热情起来 可是 他说 让我适当地捶你一顿 卓雅说道 秦明觉得 上次下手清了 于卓翰这时还有些不服啊 心中竟有怨念 想让他的表妹为其出气 次日 六欲祖庭的一位长老 带着数位青壮出现 道 该听说的 该知道的 你们都已经了解了吧 我不想多说什么 咱们直接出发 长老 我们去哪里 什么都不知道呢 有人开口 世界的边缘 一位青年弟子回应他 那名长老道 嗯 在祖庭中考核没什么意思 让你们比斗的话 那属于内耗 我带你们去见世界的本来面貌 在那里消耗旺盛的精力比较好 两只巨大的飞禽展开雨衣后 冲上夜空 带动其猛烈的刚风 载着六十余人冲向远方 所有人面色都凝重无比 两只飞禽相当不凡 一只黑色的巨鹤 一只雪白的孔雀 荡开浓重的夜舞 都散发着射人的威压 皆属于高等一类 沿途 大地上一片漆黑 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点微光 广袤无垠的世界 由火拳的地相对而言并不多 纵然是一座又一座巨城 在浓重夜舞下 也仅像是稀疏的萤火点缀 当日 他们穿越无尽的黑暗 赶到目的地 距离六玉祖亭 已有四万里 本章完 夜无疆 第140章 世界边缘之地 作者 陈东 一日间 横渡四万里 穿越漆黑无边的疆土 两只高等异类载着众人 来到世界边缘之地 纵然所有人体质都很强 经历过多次新生 但有些年轻人还是不是 面色苍白 直到双脚踩在地面后 才感觉踏实 怎么不直接进城 有人问道 这是一片野地 夜色很浓 长有很多老树 乱糟糟的树枝 伸展的到处都是 远方透过来微弱的光 应该是一座城池 来到这里后 我给你们上一刻 六玉祖亭那名长老开 他名周涛 双鬓斑白 瞳孔流动着金芒 道 接近世界边缘之地 不能从夜空中直接入城 会被认为是嫡袭 即便是高等异类 也会被特殊的弩箭射爆 随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里是怎样的地界 上一次大开辟时期的前沿领域 当然 随着时代更迭 很久都不再拓荒 这里早已没有昔日人气鼎盛 高手如云的热闹场面 秦明有些出神 一日坐行四万里 居然来到这种地方 出乎他的预料 他以为 大开辟时代还远 没有想到 他提前到了这种地界 众人低语 议论 在夜色中 走向那座城池 它规模不是很大 城墙尽显陈旧 坚硬如铁的黑金石墙面上 有些破损之处 竟是可怕的爪痕 足有数米长 这让很多人神色变了 可以想象 在逝去的大时代中 各种惊心动魄的场景 血与火的过往 仿佛扑面而来 周涛像是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但笑道 这些都是毛毛雨 皆是一些小猫 小老鼠 最近几年留下的 啊 这个时代的大拓荒 已经开始了吗 有人忍不住问道 还没有 一位青年弟子摇头 接着他又道 你们以为平日这里很平静吗 一群人被艳明身份后 顺利进城 在路途中 就有了大概的了解 大拓荒前沿区域 地界线很长 而这里 只是一鱼之地 正是因为如此 在极其漫长的世界边缘之地 时常有各种生物闯过来 袭扰边民 防不胜防 情况越来越糟糕 经常有严重的流血事件 发生 所以 高层有些忍无可忍了 想再次大拓荒 至于现在 各种准备 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你们生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代 一旦大开辟到来 向着广袤无垠的业务世界 深处进军 会有无数的的机缘出现 资源 造化数不胜数 将见证传说 有些人会迅速崛起 出现境先之人 泪神生灵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每次大拓荒 都会有新人充起 如烈阳横空 照亮业务世界 可以和老辈的巨头 平起平坐 说不定你们当中 就有开路的少年祖师级人物 周涛和来自六域祖庭的几名青年弟子 简单的几句话 勾勒出一个大时代的模糊轮廓 一群少年心绪起伏 热血汹涌澎湃 也有一部分人依旧保持冷静 年少的心没有躁动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在那样璀璨的大时代 也注定会死很多人 这是一座县城 拥有三级火拳群 人口仅十万出头 秦明等人已然知道 他们即将经历怎样的考核 将去解决那些妖魔鬼怪 上次大拓荒后 牵过来一些人口 早期确实很富足 毕竟资源丰富 地广人稀 但现在却饱受苦难 各种怪物不断跃进 不胜其扰 流血事件越来越多 甚至有图村镇的惨烈事件 一群人早已明白 周涛说的不希望他们内好是什么意思 来到世界边缘之地狩猎 帮着解决编换问题 这样更好 你们组队或单独行动都可以 谁杀的山怪厉害 斩的妖魔多 获得评价就会更高 随即有人商量 助组队 也有人保持沉默 要做独行课 周涛严肃地开口 我会根据你们实力 划分区域 各自上路之前 先仔细也阅读那些资料 量力而行 他郑重提醒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然的话 肯定会死人 如果从未经历过生死搏杀的少年 就不要参与了新手 最容易出事 每个人手中都出现一摞纸张 都是周边地区的资料 看日期 有些是很久以前的 有些就是近日出现的 都记载着血案 为当地人承报上来的 那些关于巨兽 以及更厉害的妖魔鬼怪的资料 就不给你们了 让你们去那种地方 只能送死 周涛告诉他们 危险也伴着机遇 有些特殊的生物身上 有浓郁的灵性物质 如进化失败的白银生物等 体内残留的银色血液 价值惊人 这也意味着 他们极度危险 还有一些异类 其玉角 灵骨等或可入药 或是炼制灵气的上加材料 十分珍贵 不要错过 有些少年非常富有正义感 开口问道 周长老 既然编民近些年来饱受苦难 你等横推过去 不就行了吗 我们这群人 毕竟境界还低 能解决多少问题 周涛回应道 谁说我们这个集数的人没有做事 你以为我等平日吃的灵肉 是哪里来的 不自己下场 丰衣足时 身为长老也会坐吃山空 早晚会贫困潦倒 一位青年弟子告知 主要是上次大拓荒 留下的边缘现实 在太漫长了 现在他们所在的地界 包括周围的几个城池 只能算是一角地带 因此 那些卷宗 那些血案 都积累很厚的 遗落了各条路 以及各窖的人 人手没那么充裕 最关键的是 越境的都是小鱼 滑不溜秋 大高手都在盯着业务世界较深处 所以 近些年 高层想拓荒了 这是想直接掀桌子 猛烈强势地打过去 不过未知的地狱无边无营 纵然各条路的祖师 都心中没底 不知道最前方会有什么 以前大拓荒 还算顺利 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可未来谁能说得准 万一打出个神之国度 妖魔王庭 那乐子就大了 汪定会相当的惨烈 一群少年在研究那些卷宗 涉及到的血案 惨烈事件 实在不少 有些令人发指 胸腔发堵 近视中 周涛吩咐几名弟子 让他们给一群少年 按照实力分配地界 他警告道 一切都要按照规矩来 不得超纲 不准踏红线 你们懂吗 几名青年点头表示明白 周涛道 艺人 大概会成为我们的核心门徒 要好好磨理 我亲自来布置 给他们一些压力 不然还以为我六欲祖庭的考核 如同儿戏 说吧 他将少年艺人的资料都拿了过去 认真看了一遍 你们在这里修整一夜 明日就各自上路 解决那些血案 也算是守土 平乱 如果觉得自己厉害 那就去小拓荒 在你们的评价上 会公平地体现出来 周涛告诫他们 严禁内耗 谁敢对同行者出手 将取消考核资格 甚至要被斩掉 要是有人暗中主动攻击我 能还手吗 会不会算护卫内耗 有人小声问道 这都不还手 血气都磨磨了 正当防卫而已 周涛说完 取出一些精纸 发了下去 他补充道 这是一篇非常高明的秘法 名为明光镜在斩杀怪物时 魔力最适合不过 算是送你们的礼物 表现出色者 哪怕这次仅是初次考核 回去后 也会允许你们 去六欲无道的 参悟一门更厉害的功法 次日 一群少年上落 秦明属于独行客 病卫和人组队 他被分配的地界 距离县城接近百里远 他按照地图 参照路标 在夜色中快速穿行 第七次新生 以及小拓荒 我来了 他还真想看一看 没有被开辟的世界的本来面貌 但他又冷静下来 让自己谨慎 不得大意 别不小心在考核中翻船 他出行的较早 速度非常快 在浅夜还没有彻底到来前 他就已经接近目的地 罗家村 吹烟鸟鸟 村民刚开始准备早饭 这里较为明亮 一个人口数百的村庄 居然有二级火圈 果然地广人稀 资源丰富 村外 大片的火田中生机勃勃 经过红灿灿的火圈灌溉 那些庄家长势极好 更远处 则是茂密的森林 这片地界 几座城池所捅辖的区域 很少能看到高山 属于辽阔的大平原 不是火田 就是茂密的林木 宁静的清晨 很快就被哭泣声扰乱 一些村民很紧张 也很害怕 关紧了房门 有女子在哭泣 大人你又来了 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孩子 求求你 不要再动手了 要不你从我们夫妻 两人中选一个吧 秦明立刻无声地冲了过去 在一处敞开的院门中 看到一头直立行走的青狼 高足有两米 他穿着一身如衫 咧着血盆大口 竟能口吐人言 道 早餐要吃好 我觉得你家孩子味道不错 所以今天又来了 在他面前 有一对夫妻跪了下去 愿意替孩子去死 在那里哀求 而在他们身后 是两个不足十岁的孩童 正恐惧地睁大眼睛 就在昨天 他们失去了哥哥 今天要轮到他们了 畜生 秦明从来没有想到过 其中的一起血案 竟然这么恶劣 悲惨 这头青狼将这里 当成什么地方了 他将一户村民的孩子 试做早餐 这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其他流血事件 纵然也很过分 但也没有这家发生的事 让他感觉愤怒 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 过去 他一向很冷静 但是现在他怒发冲冠 根本忍受不了 秦明冲进院落中 目光冰冷地盯着 这头奇异的大青狼 杀鸡不加掩饰 嗯 大青狼很警觉 立刻倒退 能杀自然要杀了对方 杀不了的话 他也在准备后路逃生 他咧嘴一笑 露出雪白的獠牙 道 兄弟 我只知道 你有任务在身 你看能否各退一步 我今天就此离去 我是银狼王的不重 你管谁叫兄弟 秦明动手 体表流动着天光镜 左拳 右掌 同时竟发刺目的光芒 青狼速度很快 但依旧被堵住 被迫还手 大爪子挥动 发出破空声 整颗巨大的狼头 向前探去 想要撕咬 直立着的青狼惨叫 其左掌炸开 接着另一条上肢 被秦明扯断下来 血液似箭 同时砰的一声巨响 他的半颗脑袋炸开了 变异六次的生物 秦明评估 心中的怒火 稍微消散一些 在他的后方 那一家人都吓傻了 而后惊喜 因为他们知道 两个孩子不会被吃掉了 一家人千恩万谢 要给秦明磕头 被他赶紧拦住了 秦明看出 他们一家人喜悦后 又露出忧色 很快 罗家村的村长来了 又是激动 又是担心 有人解决了 围祸的大青狼是好事 可是秦林中有个狼领 最少还有六头恶狼 秦明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而后立刻动身 向着所谓的狼领赶去 大平原上的茂密的森林中 若是有山体出现 多半会被什么生物占据为仇 小半个时辰后 秦明找到目的地 登上山林 什么人 朋友 我们是银狼王的不仲 你有什么事吗 咱们可以坐下来谈 一头白狼和一头灰狼先后开口 他们居然都懂人语 这些狼妖狠警惕 觉得来者不善 只身一人 就敢出现在此地的少年 大概很不好惹 你们是不是去在那些村镇吃过人 秦明问道 误会 我们偶尔沾血 很克制 灰狼开口 呛的一声 秦明听不下去了 果断拔刀 照耀出绚烂的光芒 一刀划过 将一颗硕大的狼头斩落 你敢对银狼王的不下手 其他几头 恶狼色腕内人 但稍作犹豫后 还是一起扑杀了过来 一时间 刀光璀璨 狼领上血液似箭 几头恶狼或者被斩首 或者被力辟为两半 秦明带着几颗狼牙下山 一路向回走去 人类的刀客 跑我们这边猎杀来了 密林中 一只半人高的黄鼠狼 背着一口刀 挡在前方 双眼流动着紫光 身上居然缭绕着淡淡的雷电 还有更新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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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